我們今天前半場 就是交給弘洋老師跟我們講 關於他文案寫定的東西 一些細節的東西做剖析 然後當台灣歷史的部分的時候 我們再請何承輝先生 因為他現在在戰略研究學會裡面 擔任研究員 所以他長期也是在做很多政策的研究 然後對於日本史 然後以及對於近代史 戰爭史都非常有熱忱 所以他也可以從一些國家治理的角度 來提供我們在看到兩個不同的國家 在19世紀的中葉 然後如何發展成為兩個完全不一樣的東西 那當然我們最後也是希望 回到台灣這個島嶼裡面 在未來這個國家的想像跟建構上面 我們可不可以從過去歷史發生的事情 然後給我們一些小小的啟示 或者說給我們一些鼓舞 或者給這一代的人呢 提供一些參考 避免重蹈覆測 這個大概是在文漢跟大家想要跟大家談的 那可能我們還一點時間 那我們結束完以後會有些QA的時間 那歡迎大家繼續留下來 那我們就熱烈掌聲歡迎洪陽先生 謝謝 謝謝神老師的介紹 還有感謝今天各位聽眾的蒞臨 我是洪瑋陽 那在我們開始講這個題目之前 那有一件事先跟各位說聲抱歉 因為這個題目 其實我訂得不是說很周延 不是很周延 怎麼說呢 因為我原本 我的 我是想說 日本講多一點 畢竟我日本的歷史比較了解 因為我的西洋石 已經全部還給我以前的大學老師 我已經奉還給他們 那我中國史也還得差不多了 所以這個題目感覺 剛剛讓各位在看的時候 感覺好像那個日本跟清國 或者是說中國 好像那個比重好像是一樣多 那因為這樣 所以我這幾天 在家裡趕快又補了一個 一個綱要 就剛剛秀出來那個 那這個 題目 開國這個題目其實是說大 題目是很大 那在我們有限時間裡面 可能沒有辦法講得很清楚 所以我今天就只針對三個重點 那第一個是敬教 鎖國 敬教跟鎖國這個是要一起談的 那第二個是藍學 那個荷蘭的藍 學問的學 藍學 那第三個才是開國 那一 一般 我就大概 今天我大概就只講到開國 就沒有辦法講到開國以後的 因為那個 那個就有一點 離 我們這個題目稍微有點遠了 好 那跟各位介紹了之後 那我們今天就先來講 這個 第一個 首先是中日兩國的敬教 跟鎖國 那這個 不好意思 中日兩國大概從 17世紀 18世紀以後 不約而同的進入了 先是敬教 然後再鎖國 那原則上 日本的敬教 和鎖國是比較早 是比較早 如果各位有在看一些大和劇 或者是跟我一樣很喜歡玩信長 或者是有在看那個戲劇 或動漫 那各位應該都知道 日本大概在16世紀 1549年的時候 那個 耶穌會的傳教士 就是把這個天主教帶到日本來 那這個 有一些那個戲劇 日本戲劇 他做的有點錯誤 其實在這個時候 傳到日本了 或者是說之後傳到中國了 其實都是天主教 都是天主教 不是我們一般所認識的那個 基督教 因為基督教在16世紀 他們 在歐洲光要取得一個正統的地位 都很辛苦 他根本沒有餘力 可以 可以往歐洲以外的地方派那個傳教士 所以 16世紀 甚至到17世紀 來到亞洲的傳教士 基本上都是天主教 沒有基督教 所以 那個日文 他把天主教叫 基利斯坦教 這個基本上就有錯誤了 因為基利斯坦教 他其實是基督教 基督教 那天主教應該叫 卡トリク 卡トリク 所以這個 各位要先有這樣的認知 就是說 這個來的 來亞洲 不管是來日本 或來中國 基本上都是天主教 都是天主教 而且是天主教的耶穌會 耶穌會 耶穌會 好 那這個 日本的 秀吉他到九州才發現 原來這個 天主教的勢力這麼大 那時候的 日本的天主教信徒 據說 差不多大概到 將近75萬 那在16世紀 秀吉那個時代 日本人不會超過一千萬 不超過一千萬 就有75萬是天主教徒 那這對秀吉來講 就是他覺得 太可怕了 那這個天主教 如果這些 在教宗一聲令下 大概就會把他的政權給推翻了 所以 因為這樣 所以他就下達了一個叫 半天連追放令 這個 這個半天連 這個半天連其實就是教室 傳教室那個教室的意思 好 那但是這個命令 這個命令其實沒有執行的很徹底 沒有執行的很徹底 你說把這個半天連來追放 趕出日本 但是 到秀吉死的時候 其實還是很多半天連 所以說這個 這個指命令其實並沒有執行的很徹底 但是 在秀吉他還沒過世之前 在日本已經有發生過一個很 很重大的一個殉教事件 那個就是長期二十六聖人 如果各位以後到長期去的話 會看到一個二十六聖人的紀念碑 那這是日本最早的殉教 殉教 那這些人呢 其實 本來不會死這麼多人 本來這個秀吉他只是要處死幾個外國傳教士 但是有一些日本信徒呢 他們是自願陪著這些傳教士一起殉死 所以到後來才變成二十六個人 二十六個人 這是秀吉 這秀吉死前的一年就是1597年 那1598年之後秀吉就死了 所以整個就秀吉來 在秀吉時代來講呢 他對於他沒有所謂的鎖國 沒有所謂鎖國 只有禁教 但是禁教並不徹底 並不是很徹底 那只有發生過一次這個殉教事件 那真正日本對天主教的破壞是在江戶時代 是在江戶幕府 特別是那個二代將軍秀宗 德川秀宗 我們一般根據 從那個大和劇的形象 會覺得德川秀宗好像是一個很乖乖牌的人 那個怕他老爸 怕他老爸德川家康 也怕他老婆 他老婆是阿江 然後中期一生都不敢娶小老婆 在當時的將軍來講 這算是一個特例 但是 其實德川秀宗 他才是真正江戶幕府最狠的一個將軍 怎麼說呢 那個在江戶時代 把大明的領地沒收 這種行為叫改義 改就更改的改 義就榮義的義 這是什麼叫改義 那在整個江戶時代 江戶幕府十五代將軍當中 秀宗他沒收 他改義的大明最多 像我們一般知道 那個福島政哲啊 或者是家庭清政的兒子 或者是那個 蒲生 蒲生秀香的子孫呢 他們都是在秀宗時代被改義 那整個秀宗他改義的領地 大概就超過四百萬代 這四百萬代就等於 那個江戶幕府的領地 所以那造成的浪人 浪人各位知道嗎 就是沒有俸禄的武士 造成的浪人相當多 那如果各位有看去年的大和劇 那個征天丸 最後那個德川家康在打大阪城的時候 大阪城的浪人才十幾萬人而已 但是到秀宗 秀宗死掉那個到第三代將軍加光 加光剛在任的時候呢 日本的浪人據說已經超過四十萬了 這個已經到了快要那個勃動的階段了 所以後來那個幕府的一些家老 那些老宗啊 就跟將軍說 這個將軍你不可以再改義了 你再改義下去 我們沒辦法統治這個日本 因為浪人太多了 所以這個秀宗 到了加光他才終止 就不再動不動就把那個大名給改義 那所以可見這個秀宗 秀宗在一位的時候 他幾乎每天都在改義大名 那再來就是秀宗的時候 那日本發生了一個元和大殉教 元和是那個年號 就那個把封城家滅亡之後呢 那年號就從慶祥改成元和 元就是那個元旦的元 和平的和 這是元和大殉教 那這個殉教死了多少人呢 一共大概有將近一百個 一百個包括外國傳教士 還有日本的天主教徒 都被抓起來 抓到長崎那邊去宰了 去殺了 那這個秀宗 他的殉教呢 讓日本的這個 聖極一時的天主教勢力呢 就開始往下掉 那從此以後呢 日本的這種天主教徒 好像就跟那個 當小偷一樣 偷偷摸摸的 他們就不敢光明正大的出來傳教 那這個秀宗 他又想了一個 要去質疑 就是要去把這個天主教徒 趕盡殺絕的方法 就是所謂的踏會 踏會 那其實從這個踏會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那個踏的是誰 是瑪利亞的像 不是基督的像 所以從這裡也可以看得出 其實傳到十六世紀 十七世紀 在日本盛行的是天主教 不是基督教 這一點 各位從今天以後要改正的 其實不是基督教 十六十七世紀的基督教 沒有那麼大的勢力 那這以上是禁教 是先禁教 日本的禁教 大概在秀宗那時候 就已經完成了 那再來是鎖國 這個鎖國呢 鎖國是秀宗那時候沒有 因為秀宗當將軍的時間 沒有很久 鎖國主要是在他的兒子 就第三代將軍 在德川加光的時候 鎖國先後發布了五次 這鎖國呢 其實最主要 他規定的就是 已經在國外的日本人不能回來 外國人不能來日本 你只要離開日本超過五年 抱歉你就不能回來 這是鎖國 鎖國這個 從德川加光 在1632年開始清政 因為他的父親死掉了 秀宗死了 那一直到1639年 到1639年 前前後大概發布了五次鎖國令 五次鎖國令 那這個鎖國 鎖國最後 在最後要鎖國的時候呢 還發生了一個島原之亂 這個各位應該 應該 大家都知道天朝四昂十真 在九州島原這個地方 當地的農民把他擁護起來 當天主的化身 那這一場戰爭呢 最後幕府花了 大概派了十萬多的兵力 才把它平定 那這一次之後日本就徹底鎖國了 那鎖國呢 之後呢 就只有中國 中國那時候是明朝 不過那時候明朝已經差不多快完蛋了 那還有荷蘭 荷蘭可以來長期的出島 長期的外海 長期港外有一個人工島叫出島 那這個荷蘭來的時候 就只能在出島上面 只能在出島上面 那跟日本貿易 那貿易的量 跟那個人數都有限制 就是十艘船 一年只能來十艘船 那頓數也順便把你限定 所以其實這種貿易 其實是不太划算 是不太划算 但是因為荷蘭 他因為在那個印尼 那邊他已經有根據地 那在當時 台灣也是 台灣的南部 台南那邊也已經被 被荷蘭佔領了 所以他覺得這個 對台來講沒什麼差 沒有太大的差別 那就來了 那這個是日本的鎖國 基本上到1639年 1640年 就已經完成了 這是日本的鎖國 那再來我們來看 這個中國的禁教跟鎖國 那中國的禁教跟鎖國 也是跟日本一樣 是先禁教然後才鎖國 不過中國的禁教比較晚 中國的禁教大概在雍正皇帝 雍正皇帝的時候才開始 雍正皇帝已經是十八世紀初 所以比日本的禁教大概晚了 大概晚了七十幾年到八十年 那鎖國呢 中國的鎖國是到乾隆皇帝 到乾隆皇帝的時候才完成 那大概比日本的鎖國 晚了將近一百年 大概晚了一百年 那這個雍正也好 乾隆也好 在清朝裡面都算是被認為 是很頂尖的皇帝 但是頂尖的皇帝 不一定代表他就是很開明 所以這個雍正皇帝他禁教 乾隆皇帝他鎖國 那中國到了十八世紀 大概三零年代左右 基本上也已經完成了禁教跟鎖國 那跟比日本大概晚了一百年 那這個中日兩國禁教的原因 為什麼他們要禁教 這當然原因很複雜 但是整體來講大概是這樣 就是因為在歐洲 歐洲史我不是很懂 但是大概是這樣 就是在歐洲 那個神 就是教宗 神的代理人 這個教宗 他負責的是一塊領域 那國王 他負責的是另一塊領域 那當然這兩個領域 當然他們一開始也是不相容 但是慢慢到後來 彼此有妥協 這個教宗 他就負責這一塊 那你國王就負責這一塊 那我們就相安無事 你在一定的範圍內 我容許這些權利就給你 但是這些方面 這些權利我要 所以歐洲的宗教跟政治 他們是經過很長時間的磨合 磨合到後來 宗教跟世俗 各負責一塊領域 但是在中國不是這樣 在中國通常是皇帝說了算 皇帝要怎樣就怎樣 那皇帝呢 他當然不允許不希望 他的權利被瓜分 所以這個宗教來的時候 這個天主教他們來的時候 當然跟皇帝是格格不入 再來就是這個傳教士 因為他們不輕易向人下跪 他們沒有像 不像中國皇帝是 尤其到了明清 到了清朝 你看到皇帝就是先三跪九扣 就先這樣三跪九扣再說 那你如果不要不好意思 就再見了 像那個乾隆末年 那英國派了一個公使 叫馬俠爾尼來 那他來呢 他來跟乾隆皇帝 本來是要講那個貿易的事情 但是因為他不肯下跪 所以都還沒講 就被趕走了 就被趕回去了 那這個可以說 對於世俗權利 這個皇帝 這種到底 你這個 你宗教 跟我這個皇帝 到底你要退讓到哪一種程度 這個是 這個是中國禁教的一個很大的原因 一個很大的原因 就是 你這個 天主教看到我這個皇帝 你不下跪 不下跪就免談了 這是一個原因 那再來就是 再來就是這個 歐洲 因為他們姓天主教 所以他們對於這種夫妻制 是規定的很嚴格 就一夫一妻制 雖然說 大部分歐洲國王其實也做不到 他們其實在外面都有什麼情婦 但是名義上 他們就是只有一夫一妻 就是一個國王整區的老婆 那這個在中國不一樣 中國後宮 或者說日本的大阿都是很可怕的 那因為中國的皇帝 沒有辦法做到這一點 所以 這種天主教當然在中國 是很難推展的 像那個 風誠秀吉 他就曾經對那個 葡萄牙傳教師 佛洛伊斯 他就說過 如果你們這種 你們的宗教 在夫妻制度上 可以稍微放寬一點的話 那麼我也願意受洗 這是風誠秀吉講的 不過這個 他講一講聽聽就算了 真的就算一夫一妻制 我相信他應該也不會成為 成為教徒 因為這個 天主教的一些規定 大概不是觀擺秀吉可以接受的 所以這個 禁教 會禁教的原因 大致上 就是 他的宗教 天主教 他在很多方面 他其實是 其實是 碰觸到中國 那種皇帝制度的一些禁忌 所以這是中國皇帝不太能夠容忍的 所以天主教在中國傳很難 好 那這個 至於鎖國的原因 這個鎖國的原因 這個鎖國的原因 就比較複雜一點 那個 歐洲 他在 十六 十七世紀 十七世紀 在 宗教革命之後 他們有歷經過一些 宗教戰爭 那這個 宗教戰爭 為什麼會有所謂的 宗教戰爭 其實他們是 天主教跟基督教 對於 如果在 我無意詆毀這兩個宗教 如果說 在座各位也是信徒的話 就 請不要認為我是在抵毀 我沒有這個意思 就是說 這個天主教 跟基督教 對於 歐洲以外的人 就必須說亞洲人 他們其實分不太清楚 天主 跟基督教 他們搞不清楚說 這兩個有什麼差異 但是 對歐洲人來講 這兩個宗教是有很大的差異 所以 才會發生宗教戰爭 那 這個 日本也好 中國的鎖 也好 這兩個國家的鎖國 當然 因為他們對這兩個宗教 分不太清楚 所以他們鎖國 基本上不是因為 因為會有這種宗教戰爭 只是說 他們鎖國的結果 倒是讓 中國跟日本 免於 這個所謂的宗教戰爭 那這個倒是 他們原先沒有預期到的一個結果 好 那接下來我們再講 這個 中日兩國鎖國的影響 這個 中國的鎖國 是真的完全 跟這個世界斷絕 中國的鎖國 是 大概在一百多年的時間內 中國跟這個世界是完全斷絕 但日本不一樣 日本的鎖國 雖然他們也鎖國 但是他們有 這個有規定 這個 在長期會蓋一個叫 荷蘭的使節館 那這個使節館的館長 就叫做賈比丹 這賈比丹其實就是 Captain的 Captain的那個 好像西班牙語還是葡萄牙語 我們翻成那個賈比丹 加一餅的餅 的夾 加一餅的夾 那 夾比 就比較的比 丹就丹麥的丹 夾比丹 那這個夾比丹呢 他要每一年 他要跟這個長期奉行 跟那個長期奉行 要遞交一個叫做 荷蘭風說書 荷蘭嘛 那風 風俗的風 那說就說話就說 那這個荷蘭風說書呢 實際上 他是在會整 這一年 這個世界發生了什麼事情 所以說呢 日本雖然鎖國 但是他實際上 他並沒有像中國一樣 跟這個世界是斷絕的 像那個十八世紀末 那美國的獨立革命 或者是法國大革命 其實日本都知道 只是他們也分不清楚 這個美國獨立革命是什麼 法國大革命是什麼 他們分不清楚 但是他們是知道的 那這個 這個美國獨立革命 跟法國大革命 你說他跟日本沒有影響 所以日本不需要知道 這OK 但是那個 像到了十九世紀 像那個培里 培里他要來日本的時候 那這個 荷蘭的賈比丹呢 他其實已經跟 跟日本的那個 長期奉行說 這個 有一個國家叫美利堅 他們要 他們要來逼你們開國 要注意一下 或者是說那個 那個 英格蘭 英國啊 英國他們在下議院通過 要跟 要對中國開戰 這個荷蘭的 荷蘭的 荷蘭風說書 這些賈比丹也都跟 長期奉行講了說 這個 那個清國啊 要小心一點 這個英國 世界最強大的帝國 他們已經在下議院通過 要來跟中國開戰 那這些其實 日本他們視線都已經知道 所以說呢 日本雖然是鎖國 但是他其實並沒有跟 跟這個世界斷絕 那反而是中國 中國才是真正跟 世界斷絕 好 這 接下來 接下來 我們來講這個蘭學 蘭學 這個蘭學 蘭 就是荷蘭的蘭 那 這個蘭學呢 從蘭學 我們更可以看得出來 在 中日兩國鎖國期間 這兩個國家 是多麼的不一樣 那個 蘭學的 開始 是在那個 江戶幕府的 第八代將軍 叫 德川吉中 那個吉 就是吉利的吉 中就是中師的中 這個 童谷川有神父內 他 他是 他不是 他不是德川秀宗的嫡系 因為 江戶幕府傳到第七代 基本上秀宗的子孫都已經死光了 所以這個第八代將軍 他是從紀州凡 就御山家之一的紀州凡 過濟到這個 德川家 那他這個 因為他小時候 他也不是長子出身 所以他 其實在江戶時代,長子、繼承人跟非繼承人 同樣是同一個爸爸、同一個媽媽生的 但是繼承人跟非繼承人,地位差很多 所以德安吉宗他小時候,因為他不是長子、不是繼承人 所以他小時候是被看不起的,差別待遇很大 但是後來因為他的哥哥都不幸都死了 所以他本來是一個什麼都沒有 他突然變成紀州藩的仿主 然後在拜第七代將軍夭折的關係 他又從紀州藩主變成將軍 各位如果有看時代劇,有一部叫報仿將軍 阿爸連無修軍,其實就在講他 德川吉宗成為將軍之後 因為他跟中國的康熙皇帝一樣 他對西洋的學問非常有興趣 非常有興趣,他自己也在學 他自己也在學那個,不是RUAL 是那個荷蘭的文字 他是學了很有心得之後 他就鼓勵他的部下,叫那些家庭 你們也來學 所以到了德川吉宗的時候 原本是所有西洋的書籍都不能進來 都不能進來,但是德海吉宗馬開放 只要是跟宗教沒有關係的 跟天主教沒有關係的 書是可以進來的 那這一點其實比康熙皇帝好多了 康熙皇帝他本身也很喜歡西洋的學問 但是西洋的學問只限於他 他沒有開放 他沒有開放,那些大臣說你們也來學這個 沒有,但是德川吉宗有 德川吉宗在位的時間是1716跟1745 1716跟1745 在中國的話大概是康熙的末期 雍正的全部,還有乾隆的初期 從此以後日本就有了藍學 藍學之後呢,很多人 日本很多人就開始來學了 因為他們覺得這個藍學太實用了,太有趣了 那舉幾個例子來講 像這個18世紀末期 藍學有一本很有名的書叫解體心書 解就是解決的解,解式的解 體就身體的體,心,新舊的心 書就書籍的書 那這本是什麼樣的書呢 這一本它是一個醫學書,是醫書啊 它裡面有講到說人體的一些器官在哪裡 那時候日本的一些藍學者呢 藍學者基本上都是武士 他們呢,就到了那個 到了那個小石川這個地方 江戶有一個地方叫小石川 其實那個地方是刑場 他們就跟那些小石川那些典獄長說 被你們斬首的那屍體留幾句給我們 我們就把解剖起來 就拿解體心書來對照 對照說這個荷蘭人 他們寫的這些器官的位置 正不正確 結果對照一下發現是正確的 他們就覺得 這個比那個漢方醫啊 漢醫啊 進步太多了 漢醫講的很多脹氣的位置都亂講一通 那明明在思考的是大腦 他還在寫心臟 那所以他們這些日本人 就這樣對照之後發現 原來這個荷蘭的醫學這麼正確 把我們那個人的器官在哪裡都講得很正確 你還在那邊把脈 你漢醫還在那邊把脈 把脈當然不是說不好 但是把脈 把脈那個有時候 那賣相 你覺得賣相不對 但是到底是怎麼病也講不出來 講不出一個所以蘭 所以他們日本人呢 在這時候他們對蘭選就非常的幸福 都覺得說就是這樣 所以就開始 幾乎漢醫就不太想學了 就開始在學蘭醫 那再舉一個例子叫 藍學還有一本書叫藍學階梯 階梯就是我們那個樓梯的意思 那這本書呢 它其實是一本字典 它是荷蘭語的字典 荷蘭語的字典 那號稱是 據說是那種 你要學荷蘭語必備的一本字典 那這本書呢 它一共收入了荷蘭語大概有六萬多個單字 六萬多個單字 那在那個時代 因為沒有印刷術 所以很多人都是 你有一本喔 好了不起我 那我把你借來抄 借來抄喔 借來抄 六萬多個字 六萬多個詞 那再加上解釋 好歹十幾二十萬字跑不掉 十幾二十萬字 兩三個月就把它抄完 這幾乎都是不眠不休 就是在寫這個 所以從這裡我們就可以看出 他們日本人 他們對於這個蘭學是多麼熱衷 尤其是他們發現說這個蘭學 可以解決很多 當時的科技技術沒有辦法去解釋 沒有辦法去說明的現象 他們很多日本就一頭摘進去了 摘進去 那漢學就不學了 很多人就開始來學蘭學 好 那這個蘭學的全盛期 大概是在八代將軍 集中之後的九代將軍 加重 重點的重 然後再來十代將軍加智 再來十一代將軍加齊 大概在這三代將軍的時候 就差不多十八世紀的六零年代到十九世紀的二十年代 差不多這六十年是蘭學的全盛期 那這個時候呢 日本他們翻譯 翻譯荷蘭的書籍 大概超過一百本 超過一百本 以前翻譯不像現在 現在可能一間出版社 他一年出的翻譯書就超過一百本 但是在以前不一樣 以前要出一本書 尤其是這種翻譯書 真的是彈何容易 那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日本人他們真的是為了這個蘭學 幾乎是不顧自己的心命 就是毛起來拼命學 毛起來拼命學 好 那再來我們講這個蠻色之獄 這個蠻色之獄是發生在1837年 這個蠻色其實就是那種 那種以蘭學為主的那種社團 那這個因為到了1837年 差不多已經快要到木末了 已經快到木末的時候呢 這個很多歐洲國家 他們就來到 出現在 他們的船隻就出現在日本的外海 然後要求日本要開國 那這個 陸府一方面 因為這個鎖國是他們的祖宗家法 他們不能違背 所以他們是禁止 就是說這種都不接受 就是說 你們外國的船隻來日本只能到長崎 不可以在江戶這個地方 那甚至為了 為了要杜絕這種蘭學者在提倡 他們也起來隨風起舞 所以就開始對蘭學 從原本的鼓勵 或是說放任 到後來開始有一種打壓的現象 那這個蠻色之獄就是 因為他們 這些蘭學者 他們透過書籍知道說 這個工業革命之後的歐洲國家 他的國力很強大 已經不是那種什麼 16世紀17世紀 來歐洲的那些什麼西班牙葡萄 跟他們那些已經不一樣了 所以他們都覺得都建議幕府說呢 你不能再沒守這個鎖國的 你再鎖國下去 這個我們日本會守不住的 所以他們都要求開國 那這個 這對當政者來講 這個妖言禍眾啊 所以他們都覺得 這種啊 要管一管 再不管的話 每天我們可能日本國 可能真的要開國了 所以他們就開始來 來逮捕這些 這些蘭學者 像那個渡邊華山啊 高野長櫻啊 他們就被抓起來 那被抓起來 那有的蘭學者呢 他們就要抗議 覺得說這個幕府太蠻恨了 那有的就在獄中啊 就切腹啊 以死來抗議 那這個蠻舍之獄 算是這個 在日本在開國前 一個 對於幕府專制蠻恨的一個 很大的一個抗爭 好 那我們接下來再來 這個 好 這個歐美列強的東間 這個歐美列強大概在什麼時候出現在日本呢 大概在18世紀末 那最早出現在日本外海的是俄羅斯 因為俄羅斯他其實離日本蠻近的 那到18世紀末之後 俄羅斯已經翻越 因為他幾乎征服了整個西伯利啊 在已經在太平洋岸出現 那他南下到日本 到那個北海道 那時候叫蝦夷地啊 他來到蝦夷地其實很快 那這個日本啊 他們就覺得 說你們這個俄羅斯來 要求通常都不準啊 因為我們的祖宗家法就是 你要外國人要來就是只能到長崎去 那俄羅斯那時候其實他是想來 你不准許我都跟你打 但是因為 歐洲很快就出現那個拿破崙啊 那拿破崙就開始在歐洲 在橫掃歐洲啊 所以俄羅斯呢 他必須要把他的主力放在歐洲啊 所以後來 他被日本拒絕之後 他也沒有 沒有再繼續南下 就不了了之啊 但是到了十九世紀初 那個拿破崙戰爭結束之後呢 歐洲又恢復到那個法國大革命以前的狀況 那歐洲國家又來了 那這次來了有英國啊 有法國啊 那這些國家其實都已經是 日本那個鎖國 大概都沒有辦法跟他們打 鎖國狀態下的日本 大概都不能跟他們打 那 所以日本啊 他們 但是日本一開始他們不曉得 他們也覺得說 日本還是很強啊 所以他們就跟 他們就下了一道命令 就是說你只要看見外國的船隻 你這些靠海的帆啊 就可以跟他們開砲跟他們射擊 那這個叫義國船打福令 就這個 那這個義國船打福令 另外一個名稱叫五二念 就是說你看到了 想都不用想就直接開砲了 但是其實啊 日本根本是打不贏的 那到了後來 那1840年 1840年 英國他們在下議院通過 要對中國開戰 那他就來跟中國打了一個鴉片戰爭 那打輸了 中國打輸了嘛 中國當然打不贏嘛 那日本馬上就把這個義國船打福令給廢掉了 因為他們知道連中國都打不贏 那我們也不用講了 所以他就把這個飛掉了 就說呢 那個外國船隻喔 你要要求什麼 我們就可以給你們什麼 只要你們不上岸就好了 那日本人在這方面 他們念頭轉得很快 所以他們 這也是他們 從19世紀來 雖然風雨飄搖 但是他們始終沒有跟外國打仗的一個原因 所以因為沒有打仗 所以不用賠款 當然也不用隔地 這是日本他們 這方面倒是還蠻厲害的 這個 當時的中國就呆呆的 好 再來喔 再來我們看一下這個日本的開國 這個賈比丹的忠告 這賈比丹我們剛剛有講過 他是那個 荷蘭出館的商館的 的管主 叫賈比丹喔 那這個賈比丹呢 他不僅要跟這個長期奉行報告 譬如說地交這個荷蘭風說書 那甚至在每隔數年 這個到底是多久 這個不固定 有時候是十年 有時候可能是五六年 或七八年 他這個賈比丹 他就要從出島到江戶 就要一次 大概每隔將近差不多十年 他甚至要到江戶來 要來跟 當然不是見將軍啦 將軍才 將軍才不跟這些蠻米的 這些環要見面喔 這個環要沒有罵人的意思喔 不要急我喔 那他當然是跟那些 幕府的老宗 跟幕府的一些老宗 報告一些狀況 那這個 大概在18 1844年的時候 1844年的時候 這個賈比丹呢 他不僅跟長期奉行講的 他也跟幕府的老宗講說 這個 在很遠的地方 有一個國家叫美利堅 這個美利堅呢 他要率領 率領一種很奇怪的船隊 你們從來沒有看過的船隻呢 他要來逼你們日本開國了 要注意要注意喔 但是因為這個賈比丹 日本他們 賈比丹你講歸講 聽不聽是我們的事啊 日本他們 對這個賈比丹的忠告 其實都沒有 都沒有說放在心上 他們想說那個美利堅 就等他來再說嘛 好 那後來 到了1852年 我們想說這賈比真的來了 賈比他帥著船隻來了 那 日本 美國那時候 已經把加州 已經把加州 收起來了 已經把加州打下來了 從墨西哥那邊 把加州跟德州都打下來了 那 他以前 是在大西洋 他以前靠海地方 只有靠大西洋 加州跟德州之後 那美國就開始 就開始 靠近這個太平洋 所以 他就把太平洋 當成自己的內涵 那就開始 那船隻要來 要來亞洲了 那特別是那時候 很多那個 英國啊 法國啊 還有那個 荷蘭啊 他們在亞洲都已經 都已經開始 有一些勢力存在了 那美國就說 我們怎麼可以輸你們 所以他們也要來 他們就派船隻來了 那這個培里 他是一個東印度艦隊的 的總督 那 那他就率領了四艘船 那四艘船 其實只有兩艘 是黑船 只有兩艘 那他就來了 就來到了 一開始就到埔戶 埔戶 埔戶就是今天的那個 橫須賀 橫須賀軍港 那他來了 那當然這個 這個日本 他們看到就說 不行 你這個違背祖宗家 就跟 就跑來跟這個 培里的船隊就說 不行 你們 我們日本 江戶這個地方 向來不跟外國人 打交道 你們要的話 就叫他們到長崎去 那這個培里很生氣 就跟他說 我們來 可以叫我們到長崎去 他就發炮 就打了 發了幾炮 那 日本人發現 這個美國的大炮 竟然比他們的大炮還厲害 日本他們在海岸是打不到美國船隻 但是美國發炮的話 不要說那個 可以打到陸地 可能連江戶城都可以打得到 所以日本 他們又再一次 視食物者為俊傑 都覺得說這個 這個 美國是來應的 所以他們又跑去 跟那個老宗講 就是說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國家太可怕了 尤其是那個 船隻還會吐黑煙 黑色的看起來很可怕 那幕府他們也就放軟了 就說好 那我們跟你談 那談了之後 這個培里 他就把那個 美國總統的 國書 那個信 信件就遞交給他們 就說我們要叫你們開國 那這個 日本 日本的幕府的一個設計 它其實就是設計 要大家 平均分攤責任 不要出現有一個人 獨攬大權的情況 那不要有一個人獨攬大權的情況 其實就是大家共同分攤責任 其實大家共同分攤責任 也就是 那萬一這個事情發生的話 那大家都沒有責任 這是日本政治制度的一個特色 所以他們常常 戰前 戰前內閣革議 常常要全體一致通過 全體一致通過 就是萬一事情發生的話 大家都 大家都有責任 但是大家都沒有責任 那日本在這裡就可以看得出來 那後來他們就把這個國書 就 大家就討論一下 我覺得 這個 美國 他們這個船隻 跟以前的船隻不一樣 那個黑船 跑得有夠快的 跟以前那個帆船不一樣 所以結論就是 我們真的要開國了 真的要開國了 這個鎖國可能鎖不住了 可能鎖不住了 好 那裴里呢 他後來 他就說 你們慢慢討論沒關係 但是我明年會再來 到時候我會帶更多船隻來 所以他就走了 那走的時候 這個十二代將軍 牧府第十二代將軍 叫德川嘉慶 就是那個家定的老爸 那個借雅人飾演的家定的老爸 他在陪你走之後 他們多久就死了 因為這個 將軍到後來 都變得 可能是近親通婚的關係 每個人智商都不怎麼高 所以到後來 從十一代將軍以後 牧府在決定事情 都是由老宗 都是老宗在決定 那將軍反而變成 是一個橡皮圖章 那尤其德川嘉慶 德川嘉慶他長點都 臥病在床 所以都是老宗在決定 那德川嘉慶這時候死了 再來就是 第十三代將軍家定 那各位如果看賭記 就知道 家定這個人 沒有像戒亞人演的那麼聰明 沒有 家定這個人 智商可能比家庭還差 這個是近親通婚的結果 那這德川嘉慶他當然 也沒有辦法去決定 那還是有老宗在決定 那當時有一個很帥的老宗 叫阿布正宏 阿布 就是那個 他讀音跟現在 現在日本的首相安倍是一樣 都是阿伯 那正宏 正就是 政治標題的正 宏就是宏洋的宏 那這個阿布正宏呢 他很年輕 但是他就當上首席老宗 老宗 意思就是說老宗裡面 最能夠決定權利的人 那他後來就說 好 既然跟美國打 一定不會贏 那我們就開國了 那第二年 就1854年 那裴里真的又來了 他這次帶了九艘黑船來 比去年的四艘又更多 那阿布 他本來還想說 看能不能圖個僥倖 你那個裴里是在呼嚨我們 但是後來裴里不僅沒有呼嚨他們 還帶更多黑船來 那這下子就毫無懸念 就真的要開國了 就開國了 那就簽訂了一個條約 叫這個 叫這個日美和親條約 其實又叫做神奈川條約 那這個條約呢 就規定 日本要開港 要開放兩個港口 一個哪裡呢 一個是夏田 在宜豆半島的夏田 另外一個叫香館 就是現在的韓館 就是現在韓館 那他在當時的蝦夷地 就後來的北海道 就開了這兩個 那還有規定 裡面還有規定 就說18個月後 那要派使節來 那日本他們沒有看這些 他就只看一個 我就只看說不用賠款耶 也不用隔地也太好了 那就簽了 就簽了 反正夏田 夏田在宜豆 然後離江戶有點遠 那那個香館就不用講了 在蝦夷地那種 那種很 那裡是 經常都在下旋 那個天高王立爾 離江戶太遠了 對將軍沒什麼威脅 簽了 那就簽了 但是他其中 其實裡面有一條 裡面最嚴重的一條 就是18個月後 美國可以在日本 派遣使節 但是日本 刻意忽視了這一條 因為他們 他們不曉得那時候 這個派遣使節是什麼東西 我不曉得 反正18個月 還很久 再說吧 那這個之後呢 這個神奈川條約 其實對美國來講 這當然是一個很 不太成功的條約 因為 我們一般所謂的不平等條約 是指 那個 領事裁判權獨立 就是治外法權 沒有 然後那個關稅 不能自足 另外還有一個什麼 片面最惠國 就是說 凡事後來跟外國簽約 一律比照 那這些 在神奈川條約 一個都沒有 所以 美國 簽這個條約 其實對美國來講 是很失敗 對日本來講 算賺到 算賺到 因為沒有打仗 陪李帶了幾艘黑船來 我們就跟他簽了一個月 簽這個月 對日本來講 不痛不癢 好 這是 美國大致上 他開國的一個過程 好 那我們接下來再講這個 怎麼上不去了 要按上面那個鈕 上面這個鈕 好 再來我們來看這個 中國的開國 這個鴉片戰爭 我們知道它是在1840年 那它的一個 這個事件發展的一個原因 的原因就是 就是那個 英國要把鴉片 到中國 但是中國有一個叫林哲學 他就把鴉片燒掉 而且燒了很多 那英國不太開心 所以就在下一院 就表決說 我們這個 這麼多鴉片 種了這麼多鴉片很辛苦 竟然被燒掉了 來打中國 好 那就通過了 就來打中國了 那打了中國之後呢 中國發現 不能打 雖然說他的人很多 但是重看不重用 一打就打輸了 那打輸了就簽約 就簽了這個南京條約 那這個南京條約裡面 那這個 南京條約就跟美國 跟日本那個 semester條約不一樣 那科科很多 賠款 要割地 賠了六百萬 賠了六百萬兩 然後割了一個香港 然後另外再開 開的口岸也比 也比日本多 日本只開了一個 夏田跟香館 那中國就開了五個 開了五個 都在 都在那個華中 在長江附近 那個中國最精華的地方 那一下子就開了五個 那但是 照道理來講 這個 南京條約 那這個 這麼不平等 那對中國來講應該 那刺激要很大 但是沒有耶 沒有耶 中國 甚至還把南京條約 稱為是一個萬年條約 就說以後不會再簽了 我們就只簽這一個 以後就不會再簽了 但是以後才 才不是這麼簡單 人家看你這個中國太弱了 大家就講好了 一起來 今天我這個國家來打你 明天換我這個國家來打你 所以這個 南京條約它其實跟 神奈川條約差很多 神奈川條約 算是一個還蠻歡樂的條約 但南京條約就不一樣了 南京條約就沒有了 就割地賠款 然後還死了很多人 那這個南京條約後的中國 在幹嘛呢 這個道光皇帝呢 繼續 繼續在穿著那個 有補丁的那個龍袍 他是一個很節儉的皇帝 穿到那個龍袍破洞 還叫著把它封起來 弄個補丁 繼續穿 那表示這樣他很節儉 那上行下效 所以很多大臣都看了 原來皇帝喜歡來這一套 那我們在這個褲子上面 挖一個洞再補起來 衣服也是 那馬上弄一個洞再補起來 那從此好像就 感覺就沒 感覺沒發生什麼事一樣 那該流放了就流放了 那個林哲許比較倒霉 就被流放到新疆去 那中國就繼續 繼續這樣 那在道光皇帝快死的時候 有發生了一個太平田國之亂 那太平田國那長毛賊 長毛賊就把中國 又搞了一國瘋 從廣西一直打到南京 長江沿岸都是長毛賊 那這種情況之下 中國根本沒有辦法去 談所謂的 我們要怎麼去面對外國人 怎麼要去改進 要怎麼樣去改進 改善這個 如果外國人在打怎麼辦 我們可能還是打不贏 這怎麼辦 就沒有時間去想了 那到了後來 到了這個 玄封皇帝 到了玄封皇帝的時候 那北京竟然被攻陷了 那攻陷了就要跑 就跑到熱河 跑到熱河 結果就死在那邊 就留下了一個 孤兒跟兩個寡婦 一個東太后 一個西太后 那這個 談電話 又立了八個顧命大臣 來輔佐這個孤兒寡婦 但是這個寡婦不太樂意 所以又找了 又找了其他人 來發動政變 那個新有政變 新有年 1861年新有年 我們發動了新有政變 把玄封皇帝留給 留下來的八個顧命大臣 全部都宅了 那這個之後呢 這個西太後 他才發現 這個 中國好像要 中國好像要開始變了 那就是找來那個 公親王益星 去推動那個自強運動 那從這個鴉片戰爭 到自強運動推動 前後隔了21年 鴉片戰爭 我各位覺得 怎麼會隔這麼久 21年 從小朋友都可以變大人 都可以轉大人 但是 中國不曉得 就一直這樣英雄苟且 就是 鴉片戰爭打完之後 本來就應該要變法 要開始 你不變法沒關係 至少你要稍微改革一下 沒有 那日本就不一樣 日本他們從 他們聽到這個 中國發生了 鴉片戰爭 覺得 鴉片戰爭 中國都打輸了 那我們不用打了 我們自己主動開國 認分一點 就 譬如說把剛剛講的那個 無二念 那個異國打福令 就把它廢掉了 然後 他們就開始讀那個 中國的一些書 就是那時候 有一個叫衛元 他寫了一個海國圖字 那海國圖字 在中國沒有造成轟動 為什麼呢 因為科舉不考這本書 科舉不考這本 大家就不念 但是這本 後來傳到日本去了 在日本是造成轟動 日本造成轟動 那大家都忍守一本 包括那個前幾年 前幾年的大和劇 花燃 花燃那個女主角的哥哥 那個吉田松茵 吉田松茵 讓我很喜歡讀這本書 而且 他開了一個私俗 叫松下春俗 他還叫了那些學生 你們要來念這本書 然後我們來討論 那 那一本書 其實他沒有翻成日文 但是日本人 他們大部分是可以看得懂的 尤其是武士 因為武士 他們都要學 都要讀漢文 他們讀的書 都是漢書 漢人的書 所以他們竟然在 沒有翻一本的情況之下 他們在看這本 再來討論 也就是說 這個衛元 他在中國 他當然是一個 他當然是一個 比較私義的 因為他科舉沒考過 在中國 你科舉 只要在明清那個時代 你只要科舉沒考過 基本上 你這個人 作為人的價值 就已經被否定掉了 就已經被否定掉了 所以他 那你看 你一個洛榜生 一個就是那個 洛榜 科舉沒考過 就等於洛榜生 你一個洛榜生寫的書 我們要考科舉 我們憑什麼 憑什麼叫我們來讀你的書 所以他的書 在中國是賣不出去了 但是在日本造成的轟動 那日本很多人來讀 讀了之後才知道 原來 國家要變法 要變法 不然 這個歐美國家 是抵擋不住的 抵擋不住 他們就開始有這種 那種危機意識 這種危機意識 好 那接下來 我們再來講這個結論 藍學對近代日本歷史的影響 其實近代日本 在進入明治維新之後 他們喊了三個口號 一個叫復國強兵 一個叫職產新業 那另外一個叫文明開化 那這個文明開化 其實是從英文那個 翻譯過來的 把它翻成日文 然後配上漢字 就變成文明開化 那翻譯這句 翻譯這個詞 就是福澤玉吉 是福澤玉吉 好 那這個文明開化 這個藍學 因為在日本 因為他們沒有所謂的科舉 他們沒有科舉 所以他們 他們這個武士 除了長子繼承家業之外 那四子 就第二個兒子以下的 他們要如何生存 要靠自己想辦法 日本的財產繼承制 跟中國不一樣 中國是每個孩子都有獎 都可以分得到 日本不一樣 日本是只有長子繼承 所以如果你生了第二個兒子 就要自己想辦法 那所以在日本 他們常常 那個會把多出來的孩子 就是繼承人之外的兒子 送去給那種沒有生下男子的人的家 讓他們去當養子 所以日本常常 你會看到那個 明明是親兄弟 但是他們的姓不一樣 這個在中國是不可思議 很難想像 但是在日本 這種情況是很常見的 譬如說像那個 那個維新三節之一的那個 木戶孝林 木戶孝林 他在木末的時候 他的名字叫貴小五郎 但是貴小五郎 這個貴不是他的生家 他家是姓 他本性是姓和田 就是那個和平的和 田地的田 他本來是姓和田 但是他後來就變成貴 姓貴的養子 那這個在中國我會覺得說 怎麼可能會這樣 我明明是這個姓 怎麼到後來又變 但是在日本 這是很正常的 那也因為日本 他們長子以外的兒子 都要自己想辦法 所以長子以外的兒子 他們就會去投入 投入一些 一些可以讓自己活下去的一些事業 所以這個明治維新啊 那些很多 那些煞腸土肥啊 這四個凡的參與 這種倒木維新的這些制式 他們通常不是長子 通常不是長子 通常是第二個兒子以後的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不做這些事 他們就活不下去了 所以在日本呢 常常比較有成就的 通常都不是長子 這一點跟中國是不太一樣的 所以這個 他們呢 因為在德川集中那時候 鼓勵了藍學嘛 那日本很多人發現 我只要藍學研究的透徹 是可以找到那種活下去的方法 所以他們很多人就投入了藍學 就投入了藍學 那這個 剛剛喔 日本對藍學的專精 那專演到什麼程度 我們剛剛已經有講過了 那這個藍學呢 就等於是幫日本在培養一些知識分子 那這個明治時代以後 日本有一個很有名的社統 叫明六社 就明治六年成立了明六社 那明六社裡面的一些知識分子 譬如說像福澤玉吉 譬如說像那個西州 像金田真道 像那個基座林翔 基座秋福 或者是那個 加的很紅知 他們其實都是藍學者 他們都是藍學者 所以就等於說呢 這個藍學幫 在江戶時代的藍學幫 下一個時代 就明治時代 培養了日本最頂級的 一間的知識分子 這是藍學對日本最大最大的貢獻 那反觀當時中國 沒有這樣的 沒有這樣的組織 那在中國 當時 第一流的人才都去考科局了 那科局呢 科局 當時的科局有多難考呢 各位 我不曉得 在座各位有沒有去考過國家考試 高普考 如果你覺得高普考很難考 那科局是 我們現在高普考 比現在高普考難考一百倍 我們現在的高普考至少 每一種 每一種科至少都還有一趴以上 錄取應該都還有一趴 那科局是不到一趴的 那你說嘛 一個號稱有四億 超過四億人口的國家 那這個國家最頂尖的人才 全部去考這種根本考不上的考試 你說這個國家會有什麼希望呢 那時候的中國就是這樣 那時候的中國就是這樣 所以那時候的中國怎麼看都覺得 就是沒什麼 就是怎麼看就是那種 沒有什麼希望的樣子嘛 所以那因為科局 大家都要考科局 所以科局不考的科目 我們都不關心嘛 所以你說那種發展一些 船間拋利這種東西 你說這個有沒有需要 當然有需要 但是為什麼中國不重視呢 因為科局不考嘛 科局不考 幹嘛念這個 念這個也沒用 不能光光耀門湄 在中國最重要的就是考科局嘛 你從那個省市 你考上一個秀才 然後一個舉人 然後近視 然後最後狀元 這是每個明星時代 每個男人 只要你這個人 智商在平均以上 他們一生大概就是做這個夢 你同時考上那個 同時考上舉人 同時考上近視 同時考上狀元 這個叫三元極地 這是多少中國人 他們想的就是這些 但是根據統計 在明星時代 真正的三元極地不到20個人 你看那麼多人 那麼多人在考科局 但是真正能夠三元極地 不到20個 你說那麼多人去投入這個 這個國家怎麼會有救 怎麼會有救呢 那再來 近代中日兩國的差距 以前 以前我們常常說 那個近代中日兩國的差距 是差在這個日清戰爭 就甲午戰爭 但是這個不對 這個不對 那後來又有人說 是差在這個開國 日本比中國早開國 其實是近代中國比較早開國 就是差在這個開國 其實也不對 從今天我剛剛講的這樣 近代中日兩國的差距 其實在18世紀 在德川集中 那時候就已經確定了 因為德川集中 他去獎勵這個藍學 讓我們康熙皇帝 康熙皇帝的聰明才智 我相信他絕對不輸給德川集中 但是他沒有讓類似藍學這種學問 在中國生根 沒有 所以就輸了 近代中國從德川集中 他鼓勵藍學那時候 其實中日的差距大概就已經 就已經固定了 就已經確定下來 中國就是不行 然後 然後 雖然說輸在起跑點 但是如果 在鴉片戰爭的時候 你稍微做改變一下 倒也還不至於說真的不行 但是 在鴉片戰爭之後 中國大光皇帝又繼續 關起門來當皇帝 中國 以為簽了一個南京條約 就是萬年條約 從此以後就不會再打仗了 所以就繼續 大家又去考科局 所以到後來就越輸越大 就越輸越大 插個題 跟各位講一下 那個曾伯帆 曾伯帆各位都知道 他後來是領導鄉軍 你知道他們為什麼可以領導鄉軍嗎 他為什麼能夠在湖南鄉鄉這個地方 他登高一湖之後很多人就聽他的話 為什麼呢 因為他有考過進士 他有考上進士 在當時呢 你有這個功名 這個叫功名 你有這個功名 就是化罪的給你打 今天 曾伯帆他如果沒有中進士 那他就算一個再怎麼會打仗 就像那個 上山千辛那樣的將領好了 也沒有人會理他 在中國的社會沒有人會理他 因為他沒有 他沒有進士 他沒有功名 但是因為今天他有 他是那個 道光皇帝時候的進士 所以他出來 他就算是一個不會打仗的人 但是因為他有進士 他出來說他組一支軍隊 還是很多人會 還是很多人會鳥他 但是這個很悲哀 那曾國帆他之所以 他能夠成功的組織一支湘軍 去把太平天國平定 是因為他剛好 他又有那種打仗的才能 如果他今天只有近士的功名 而沒有打仗的才能 那湘軍照樣不成氣 照樣不成氣 所以曾國帆他能夠平定太平天國之亂 除了他打仗的才能 更重要的是因為他有近士的功名 所以他才能夠登高一湖 如果今天換左中堂來 我相信左中堂他打仗的才能 應該是比曾國帆高 但是這個左中堂 很不好意思他只有繡長 所以他去當師爺 他本堂是師爺 後來是被曾國帆提拔 他才加入湘軍 如果今天是左中堂出來組湘軍 湘軍應該是組不起來的 組不起來的 這是很悲哀的地方 一個國家 全部一流的人才 全部去投入一個根本考得上的東西 這個國家是沒有希望的 這個國家是沒有希望的 好 那最後 所以這個近代中堂兩國的差距 從這裡就可以看得出來 那最後還有一點時間 容我講一個 跟今天的主題 有點相關 又不太相關的東西 不曉得各位有沒有聽過 有一個作家叫島田莊師 島田莊師 島田莊師 島 島嶼的島 田 田地的田 莊是山莊的莊 詩是施令的詩 在日本甚至一個很有名的作家 他是寫推理小說的 推理小說的 那各位會覺得很奇怪 我們今天講的是歷史 我怎麼再講推理小說 因為這個作家 他寫了大概一百多本作品 但是有一本 有一本是歷史推理 他跟 不完全是推理 但是又有一點推理的成分 那這本書呢 他在講裡面他的書名 叫做那個 寫的 畢所之國的夢幻 就是畢所那個 封閉的那個意思的夢幻 那這個寫的 如果各位對那個福士會 日本那個福士會 有一點點研究的話 應該就知道 這個寫了 是日本福士會史上一個 迷一般的人 就是沒有人知道他是誰 他在日本出現的時間 只有十個月 十個月 但是他畫了一百 將近一百五十 一百五十幅的那個福士會 但是這樣一個人 竟然沒有人知道他是誰 這太奇怪 太不可思議了 所以這個島田裝飾 他就讀了很多 很多那種 很多那種學者他研究的成果 然後用他的假設 跟他掌控到的一些資料 去寫了這本書 他這裡面呢 根據他的推論 這個邪惹很有可能是外國人 尤其是那個 那個 在住在 住在 印尼的荷蘭人 那 為什麼他會 出現在日本 因為他就跟著那個 荷蘭 在鎖國的時候 日本 荷蘭可以跟日本貿易 他就透過這個船隻 來到日本 然後就 藉著那個賈比丹 來到江戶的 來到江戶 跟老中 在 在 談事情的時候呢 他就混入到了日本的 那個江戶的一些 一般百姓住的地方 他在那裡 那 島田壯師就 就寫說 他有去看過那個歌舞伎 所以他畫了很多那種 那種 那種 異者會 異啊 就是那個戰役的異 異者會 這個異者會 他其實就是指 歌舞伎的演員的繪畫 那 那這個 當然啊 這個是一個很大膽的假設 但是不見得沒有道理 因為他提到那個賈比丹 那這個在日本都是 歷史上都是 真有這樣的事 那他就寫說 因為這個賈比丹 這個 寫了這個人呢 他 他在日本 他見識了很多 那他本身又有 又很有 那種會畫的才能 所以他就畫了 畫了這些 這麼多 將近在十個月的期間內 畫了將近一百五十幅的異者會 但是到了後來呢 因為這個賈比丹他要回去了 所以這個寫了不得不跟著回去 那 這 這本書啊 他最後就是 就把這個結局 當成是他推論的一個結果 那這個 這本書 很可惜 他沒有繁體中文版 只有簡體中文版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讀一讀 那我最後舉這個例子 就是說呢 這個在鎖國 我一般說江戶時代是一個很古躁 很無趣的一個時代 因為他是一個鎖國嘛 他不像那個戰國時代 或者是木末維新那樣 但是其實這個時代 那日本在這個時代孕育了很多 下一個時代 就是明治時代的一些 一些那種領袖級的人才 所以你說江戶時代 他很古躁是沒錯 但是他其實是在孕育下一個時代 那我們知道日本在明治時代 他在各方面的成就 其實都很突出 那有些領域的成就 其實是不輸給歐美的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那當然江戶時代 是一個很好可以去研究的一個時代 那這個剛剛那個主持人 說的那個 我今天 今天大概比預定的時間 我先講的稍微多一點 不好意思 那接下來我們就把這個時間 交給宇潭忍何先生 謝謝主長剛剛精彩的那個論述 他從這一段時間 兩國這段時間所發生的事情 一路走 一路等於是幫大家快速的 快速的上了一次中國和日本史 那我想做一個語談人 那我也願意 也就針對那個剛剛主講者 所講的一些事情 我做一些回應 不過我可能會用比較 切片的事 但是一個宏觀的方式 來談一些事情 那我會談幾件事情 可能是幾個事情 幾個人和幾本書 那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首先第一個就是說 這個共同的這個題目叫做開國 那開國之前的前夜一定是鎖國 基本上兩國的狀況都是鎖國 那麼作為一個區域研究者 然後還有作為一個 作為一個對於政治經濟研究的人來看 我們的眼光一向是比較 當然我們是從當代出發 當然我們也都知道 所有的歷史都是當代史 我們知道用這樣的眼光去看 所以當然這樣的看法是 畢竟是一個看法之一 不是我不敢說這個是全貌 所以我說我從一個切片 由一些事件人物和書籍 我們來做一些回顧 做一個回應 那鎖國 不管在我的個人的看法裡面 日本的鎖國和中國的鎖國裡面 其實都是一個國內政治的需要 所進行的 但其實當時 不管是鎖國到後來的幾百年後的開國 其實都在回應一件事情 就是世界體系的衝擊 那是一個完整的世界體系的衝擊 對於全球來講 不管是東亞史 或者說對於日本或中國史來講 其實我覺得有一個 我更願意把時代推來得更前面一點 我想這一個標誌的時代當然是1492年 就是航海大發現 就是新航路發現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其實牽動的是全球的變化 包括歐洲 剛剛主席長安已經講到說 在這個時候 在日本所國史代所面臨的是 來到日本的其實是天主教徒 而不是基督教徒 當然 那大家會問說 那時候基督教徒到哪去了 其實那時候在打仗 基督教徒和天主教徒在打仗 我想有一個跟台灣很有關係的一個事情 就是有家公司 它是全世界第一家跨國公司 然後發行了全世界第一張股票 然後也因為這張股票 成立了全世界第一個 證券交易所 那這家公司叫做 其實大明定定大家都知道 叫荷蘭東印度公司 荷蘭東印度公司 是在台灣納入的所謂世界史裡面 或海洋史裡面一個重要的關鍵 在此之前 台灣的歷史 可能不在 並沒有正式納入世界史的體系之中 那荷蘭會遠度從洋到亞洲 包括到日本到中國 那目的到底是什麼 很多人說當然是經濟 沒錯 以政治經濟學的角度來講 研究者的角度來看 當然我們會從經濟的角度來看 那背後的趨力其實更大的是政治 更大的政治是什麼 這個背景就要講到其中一個背景 就是說 其實在此之前 荷蘭在這一段時間裡面 其實嚴格來說 在國際中的狀況 有點像現在的台灣 它是現實上實際上的國家 但它不是被承認的國家 為什麼 因為它正想要從 從西班牙的手中獨立 當時荷蘭正在進行的是80年戰爭 他們的獨立戰爭叫80年戰爭 最終 為什麼叫80年戰爭 最終結束點在哪裡呢 就是著名的1648年 就是30年戰爭的 30年戰爭的其中一個成果 所確立的就是荷蘭的獨立 那剛剛 也就是說剛剛 那個主角提到說 日本最早 鐵組小圖到了日本的時候 其實荷蘭正在打得不得開交的時候 那 稍微介紹一下自己的背景 因為我在荷蘭的萊登大學有學過 那萊登大學是荷蘭的 是荷蘭最古老的大學 那它為什麼叫做荷蘭最古老的大學呢 因為它成立的時間 就正式在那段時間 打仗了第8年第7年的時候 那 那這個 這個裡面 荷蘭大學成立的第一個 成立的學院 第一個學系 我想各位 可能沒有想到 也沒有猜到 它的第一個學系就是神學系 所以這一場 也就是說意味著荷蘭人很清楚知道 這場戰爭裡面 它所競爭的 不單單是我們物質的經濟上的 軍事上的競爭 還有意識形態的戰爭 但你會講說 它的神學系是什麼樣的神學系 當然不會是天井家的神學院 當然就是新教 所以 河南派到台灣 台灣有兩種人 其實 兩種人 一個是什麼 一個是跟經貿政治有關的人物 就是殖民地關 殖民館 那我們 萊登大學就是 這麼培養殖民館的學校 我們以前都這樣講 然後事實上 段印度公司後來的總部在哪裡 在巴達維亞 巴達維亞在哪裡呢 就是今天印尼的雅加達 它設在這邊 因為 根據 東印度公司成立的規章 它跟荷蘭政府簽訂了一個 等於說 因為它是一個特許公司 從好望角以東 從好望角以東 荷蘭政府授予東印度公司 從好望角以東 可以征稅 募兵 開戰 購合 完成行使一個國家的權力 嚴格來講 所以它到了亞洲這邊的部分 它其實不是荷蘭政府過來 它是 它是什麼 它是荷蘭工藝公司過來 而這個工藝公司的規章裡面 還有一條更有趣 該公司的每年的獲利 獲利存益的15% 專門提供做荷蘭獨立之用 所以你就知道 這個公司不是一個單純的公司 而且以前的當時的貿易 你知道以前風凡貿易時代 一個貿易 今天船過來到亞洲貿易完之後 再回到歐洲獲利掉機 如果這個是一個契約的 這樣了結的狀況 我不知道各位知道 這個程序要多久嗎 如果船不成 不發生任何意外 大概多久 大概要三年 大概要三年 因為中間包括它 從歐洲再來 歐洲的特殘品 其實 其實 當時 在之前的是西班牙帝國 它帶來的東西是什麼 就是 美洲的黃金 美洲的黃金和白銀 那才是最 那才是當時最需要的部分 亞洲最需要的部分 然後 然後到那邊 他們要換什麼 歐洲需要的是什麼 香料 香料 那荷蘭呢 荷蘭沒有經營 它在 它在那個 美洲沒有殖民地 但那時候還沒有 後來大概有 包括紐約這個地方 那什麼呢 先來搶 先搶西班牙 先打西班牙的 然後佔領 魔路加群島 就是這個香料群島 然後 把香料賣到 香料 香料是最後賣回 賣回 賣回到歐洲去的 可是它首先 貿易是先從 先從哪裡 先把一些 所謂的歐洲的奇珍醫貨 先賣給 像印度 像 印度有黃金 黃金的部分 再去換白銀 哪裡產白銀呢 日本 日本 所以這個 獲得白銀之後 再到中國去換 絲綢和瓷器 然後再把這些 絲綢瓷器加上香料 運回歐洲 這是一個三角貿易 這樣的循環 這個時間帶了三年 為什麼 中間你要知道 風帆時代 沒有風 船就 你就怎麼 騰停在那邊 所以它當然就做 當地的區域貿易 所以它當時 這個是第一個世界 跨國的貿易公司 所以為什麼會有人 開始出現股票 我剛才投資 投資完後 這三年中 會發生什麼事情 我不知道 而且這時候 急需錢要變現怎麼辦 那唯一有 我已經把錢投入 我最有值錢的可能 就是那張股票 所以要股票 要拿來買賣 要怎麼樣 獲得一個最大的利潤 而且可以 可以有公開徵信 於是會成立第一家 在阿姆斯特安 成立第一家 那個 就是證券交易 現在它還在 大家還可以去看 第一張股票 那個資源交易所 當時只有 只交一張股票 那個是投資公司股票 就是在三年 我如果沒辦法在三年 等到三年獲利就要了解 而且這三年要知道 這船可能會沉 回來的時候 你三年後得到消息 我要傳在第二年的時候 在澳門被西班牙集成了 那就什麼都沒有 所以大家會 這個 也是這樣的過程中 也創造了所謂的 現代經濟 金融經濟的部分 所以我剛剛要補充一點說 其實日本到底對當時的荷蘭重不重要 還是台灣對他們重不重要 那種重度是重要的 因為剛剛講的這個三角貿易 其中日本的貧戶商館 就是剛剛講的 剛剛在出島那個 那個商館叫貧戶商館 假批丹是他們的館長 就是貧戶商館的館長 是重要的 為什麼 貧戶商館是東一路公司 最賺錢的商館 一直都是 一直到後面 但後來破產 整個後來東一公司破產之前 它其實都很重要 那台灣呢 台灣的商館叫大園商館 就現在在台南安平 那大園商館大概成績最好的時候 是第二大 那你又說 那台灣商館到底出口到什麼獲利 其實它當時最大的獲利是什麼 是出口北花路的陸品到日本 因為日本陸品 日本武士要用 當時在戰國時代 那是非常好的戰略物質之一 OK 我要講這邊的部分的意思是說 在我們在看這個鎖國 鎖國與開國的過程中 其實我們也可以看到 在鎖國之前已經是 不管是日本或中國都面臨的一件事情 就是世界體系的衝擊 只不過那時候是在初階段 初階段的時候 日本和中國都有力 都還有能力做一件事情 就是拒絕世界體系 拒絕世界體系這件事情 而且 拒絕世界體系的目的 其實在這點上面的時候 中日當時還是屬於一個比較像 比較一致的看法原因 就是它要維護這個國內的秩序 秩序的統一性和平和性 因為在對他們來講 不管是新建立的幕府政權也好 或者是說 從明到清的華夏體系的政府也好 這個世界體系對他們來講 是沒有辦法走路的 然後而且對中國來講 對中國來講更是 某種程度來講是沒有必要的 對他來講是沒有必要的 而且他也不想要去理解這部分 相對來講日本當然還有這個需要 為什麼 因為它還有經濟上的需要 日本很多物資都很缺 但在那個時代裡面 所以它獨獨有一件事情 這也會到後面開國的時候 其實也有一個很關鍵的事情 就是日本白銀的 日本白銀一直算是一個蠻重要的 蠻重要的事業洗濟中的一個部分 所以說中國開始有大量白銀的出現 其實大家可能有讀過明史就知道 明朝其實它是一個農村經濟的狀況 其實農村經濟的經濟是很落後的 某種程度來講是很落後的 所以他們在最後改 他的巔峰是 我們都知道是張巨正改革 一條邊之後 開始改革之後 你知道當時明朝一年的白銀稅入 大概多少 400萬元 400萬元 可是其實是遠遠不夠 遠遠不夠的 為什麼 因為後來的包括後來的那個 人權窩亂那個時代 也就是後來就是日本 那個封城秀喜去打朝鮮的時代 光戰爭的費用就超過 最後超過這個的數倍 甚至乃至於數十倍 那國家是會破產的 可是為什麼明朝能打 後來能繼續進這場戰爭 這場可能還蠻久的 原因就是 其實正是因為後來的貿易 這個貿易 所以大量的美洲白銀進入中國市場 那當然也是 但在某種程度來講 包括輸出 就是青花池還有那些絲綢 可是相對來講 大量的白銀的傾銷 最終也是造成明朝滅亡的一個原因 這是另外一個問題 我們在這邊暫且打住 就是說這基本上是 對於這個世界體系的衝擊 兩國在最初的回應上面來講 都是拒絕的 都是為了內國政權的穩定而拒絕的 可是不一樣的一點在哪裡 就是說畢竟中國認為 它是一個華語秩序體系 而且中國畢竟它的範圍太大 而且它的經濟政治結構 比較屬於一個穩定性的 以小農為基礎的農業經貿體系 基本上它可以維持的 可是相對來講 日本不行 日本沒有辦法的原因是說 因為日本我們剛剛說過 除了銀可以出口以外 其實日本大部分都是產生缺的 所以它仍然這個職業體系 對它來講有必要性 這也可以解釋說 它為什麼始終還保持著 其實它所鎖國沒有真的鎖 還是有兩個 還有兩個國家可以跟它來往來 一個是什麼 一個是東亞秩序的主流的管道 那就是中國 另外一個跟世界體系 當時還很小 但是後來越來越大的 就是荷蘭 就是用荷蘭 那荷蘭為什麼會同意的部分 這邊補充說明一點就是說 很簡單因為它是基督徒 不是天主教徒 這點是一個很基本的原因 可能你會說為什麼 因為剛剛主講已經講到了 其實天主教和基督教裡面 有一個最大的衝突點 其實在歐洲也一樣到東亞也一樣 有一個最大的衝突點就是 這個神權跟世俗政權之間 怎麼借分的問題 包括1648年之前的30年戰爭 最大的爭執點就在於說 教權與世俗的王權之間的爭執問題 因為像剛剛主教人講到一個很有趣的事情 我們可以稍微拿來做一個 其中的一個佐證 就是說 奉承秀吉說 如果你們不是一夫一妻之道 我也可以受洗 其實這個裡面最重要的一點 還不是一夫一妻 重點是 在天主教的體系之下 尤其特別是統治者的婚姻 你必須要怎麼會取得正當性 你要得到神父 你要得到天主教教會的同意 這個這樣的婚姻才是合法的 而這個東西往往變成 教會介入各國政治的一個主要趨立 這也是為什麼 某種程度來講 為什麼日本要幫忙 將天主教教徒趕走的那些事情 的根本原因 因為你在跟他的權威做挑戰 那歐洲系的歐洲的問題 歐洲的宗教衝突中 其中一部分很大的部分中 就有這個樣的部分 我們知道英國的英王 亨利八世為什麼乾脆自己弄個 異國國教 事實上大家如果了解 聖功教會的所有的儀軌 所有的制度 那部分 除了沒有教宗以外 其實跟天主教教 差不多太多 那問題就在於 其實亨利八世為什麼會做這件事情 很多人說因為他要娶老婆 娶老婆 所以跟天主教宗翻臉 沒有錯 從表面上來講就沒有錯 可是各位要理解一件事情 當時的所有王權的領土擴張 也就是說它的 或者你不要想像成一個企業 它的獲利的主要來源 有兩個 兩個一個是戰爭 另外一個是什麼 就是結婚 你透過結婚才有辦法繼承 繼承土地 你才能繼承 繼承你的政治的權利 我們知道歐洲有兩大 後來有兩大的政治家族 一個叫做哈布斯堡皇朝 一個叫做郭龐皇朝 這兩個皇朝 你知道為什麼他們是最大嗎 就是因為他們最會結婚 最會結婚 如果大家如果 他們最後的 那個 哈布斯堡皇朝最後的 最後的皇帝是 法蘭州皇帝就是 奧匈帝國的皇帝 如果大家去看他的頭銜 他不是一句話叫做奧匈帝國皇帝 你不是 你如果去翻 他的頭銜大概可以寫滿四頁紙張 我們唸完大概唸兩分鐘 他可能是奧匈帝國皇帝 匈牙利的國王 清清楚 奧匈帝國他其實不是 我們說奧匈帝國皇帝其實不對 他其實是奧匈帝國皇帝 兼匈牙利國王 匈牙利人的國王 在兼什麼地方的公爵 在什麼地方的男爵 什麼地方的子爵 到最後還有一個 什麼什麼地方的騎士 非常非常的慘 如果要唸完很難唸 所以後來以前的 因為我們也不理解 我們把它翻成叫做皇帝 只有翻成皇帝 其實國皇王朝也不慌多讓 他們也為了 這樣我們才能去理解 為什麼歐洲史上面會講什麼 西班牙皇位戰爭 皇位繼承戰爭 為什麼那個 你會講說 幹嘛那麼想不開 就讓地理去繼承就好 不是這樣 影響是這麼一大片土地 可能就好幾個國家的土地 甚至你要知道 如果在荷蘭還沒有出來 挑戰西班牙帝國的時候 當初整個世界 是被兩個國家平均的 就是葡萄牙和西班牙 在教宗的權力裁脫之下 用植物分界線 這個美洲世界 那個按照那個精度 以東歸葡萄牙 以西歸西班牙 所以為什麼 大家知道巴西現在講葡萄牙語 這個英國就是他在以東 然後以西在講西班牙語 為什麼他就畫給西班牙 這樣的過程中 你可以看到天文叫 在教權和世俗權力中 糾葛不清 而且事實上 事實上插手非常多 這也是真正 為什麼叫宗教戰爭 大家想說 這麼多宗教廣熱嗎 其實對我們來講 其實都是政治經濟的利益 那1648之後 我們要講的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條約 1648之後 我們出現了一個東西 叫做條約體系 這個正確的說法是 叫做西法利亞條約體系 那1648年 30年戰爭最後的結果 是簽訂了一個叫做西法利亞條約 在德國的 現在德國的明斯特 當時不叫德國 當時不是 然後明斯特簽訂了 所謂的西法利亞條約 西法利亞條約裡面 當然 個別的裡面 其中一條就是荷蘭的獨立 另外呢 就是我們現在所知道的 主權國家的形式被確立了 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我們現在開始會知道 有一些國家的主 國家是有主權的 然後有邊界 以前的國外沒有邊界 跟中國很像 帥土子兵莫非王土 對不對 只要是上帝的榮光 都是我的土地 類似這樣子 那從那之後 不是這樣 開始有邊界 確定的邊界 有土地 有人民 我們現在所理解的 這個國家的形態 第一次出現在哪 應該說第一次被確立在哪裡 那背後的法學理論 當然 這又跟荷蘭有關 就是國際法支付 那個Glossius 他開始去確認這個 國際法的觀念 當時的國際法 也不先進去哪 他也不是什麼 太了不起的問題 是他當初 國際法出現是因為 東印度公司出了一筆錢 找學者說 你幫我講個理論 在船上 我們剛剛說 他一天到了搶 西班牙人的船 他霍 這個合法性在哪裡 要有一個合法性 所以他寫了一本書 很有名的 叫做論海洋航行之自由 到現在美國不是最近還在講嗎 航海自由嗎 其實那個原則 在那個時候就被確立了 就是 他這個部分 也就是說 在那個時候 有產生非常多 我們今天所理解的世界體系 從那時候萌芽開始 而當時 中國和日本兩個國家 選擇的 先後的選擇的 其實是 迴避或躲避 或拒絕 這個世界體系 那一直到後面 等到 鴉片戰爭的時候 其實先 比較快應該是 鴉片戰爭 但是日本一直都因為 透過荷蘭 有掌握這個狀況 可是 1840年 鴉片戰爭的 原因是什麼 我們現在的 過去的理解 他就是一場 為了 為了毒品的不義之戰 那 真的是這樣嗎 剛剛主講人也講到了 一個很重要的人物叫做 那個馬肯阿尼 其實馬肯阿尼之前還有一個叫阿美士德 兩個 英國總共兩次派使節 想要叩關中國 目的是什麼 目的是經貿 目的是經貿 就是目的是要跟中國做生意 那當然知道最後 我們都知道最後的結果 就是馬肯阿尼後來得到 當時的康熙皇帝 那個馬肯阿尼後面 後面那個 他得到的得到的是 是乾隆皇帝 就是和聲接見的那個 得到的回答是說 我天朝富有天下 那個所有的東西都有 沒有什麼需要的 你們可以滾 可是這個過程中 他們其實 當時是整個世界體系正在 正在點火 正在加速前進的時候 那裡面被世界的境界所代表的 不單單只是我們剛剛講的 這些政治啊 條約這些東西 還有 包括我們小時候知道的 工業化開始 我們知道的 這個科學進步開始了 所以當馬肯阿尼 在回城的時候 他行經大運河也看了中國 回國後 他跟英國報告的是 英國這個帝國是一個 金玉其萬百 蓄其萬百 滿大運河也看 全部都是起幹 並不像他所誇耀的得那麼大 那鴉片戰爭是一場經貿戰爭的導火線 鴉片是導火線 但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 諷刺的是 當初 我們知道那個 跟林哲徐交戰的那個毅律 他本身 那個他其實是 英國派來的商務代表 他其實他本身是非常討厭鴉片 他非常討厭鴉片貿易 所以他主張 其實當時一開始 最大的問題是 當時因為要跟中國貿易 你只要透過13行 鴉片貿易在中國當時是合法的 合法貿易 而且主要是中國的海關關稅 關稅的主要來源 而這個關稅 這關稅還有很特殊 在大清的時候 關稅是屬於內務府 內務府所有的 也是什麼意思 這筆錢全部是皇帝的資房錢 所以這筆錢對他們來講 所以這個以前 為什麼會到最後要 中國有時候應該說清朝 清國一直本身 本來就不想要進鴉片 之所以後來要進鴉片 原因主要的原因在哪裡 主要原因在於說 後來偷渡算 偷渡盛行 就繞過你13行在賣的鴉片的數字 是遠遠超過 超過你透過13行買賣的 為什麼 因為我不用客關稅 比較便宜 而且那時候的交通技術 已經進步很多了 他們常常就隨便找個小找 就開始交易 而中國的 中國因為那個海防落後 海防非常差 那個時候已經沒有辦法了 而當時為什麼會用鴉片進來 其實是因為當時 在這個前工業時期 其實英國當時賣到全世界最有名的 是它的毛紡織品 還不是棉 後來當然有棉紡織品 但那時候的品質都不好 在中國是沒有辦法打開市場的 獨獨有一個東西 中國人非常喜歡 假的要 那就是鴉片 所以它會造成一個 所以它後來就說 從原本對中國的貿易 一次次突然變成順操 然後中國變成粗操國 大量流出 原因是什麼 因為中國人搶著賣鴉片 那在這個過程中 我剛剛說 義律其實很討厭這件事情 尤其認為說 我作為官方代表 我根本沒有必要保護 保護這些手師範 手師範 可是中國拒絕跟他談 他一直希望跟中國 因為他想要代表的是 英國那時候已經意識到了 就商業利益是 當地國的核心利益 所以他想要談的是 一個正式的貿易的談判 可是 經過拒絕 然後這件事情 其實是一個導火線 是因為他查扣 而更重要的是查扣人 查扣人 而且大家知道 在苦門硝煙這件事情裡面 他把他銷毀的部分 不是只有走私的部分 走私的部分 一定一點都不care 他真的care的是 我已經上稅 放在你實際上倉庫的東西 你不要我騷擾 而且沒有賠償 對英國人來講 這個簡直是強盜 是因為這樣的原因 但後面我們會講到說 如果研究那段歷史的人 會知道說 當然背後也有 鴉片商人在背後推動 推動英國國會出兵這件事情 可是這個 當時的英國政府 真正的 鴉片戰真正的原因 不是鴉片 是一個經貿問題 而且當時也不能再把鴉片 當作毒品這件事情 因為英國自己本身的鴉片貿易都是合法的 英國的倫敦都會有鴉片管 所以在這個狀況底下 中國所面臨的問題是 在這個世界體系的衝擊 中國由於對於世界體系的理解的幼稚 以及抗拒 遭到了重大挫敗 而這個消息傳到日本的時候 其實對日本人來講是一個警醒 日本一直以來都是模仿中國 在那個時候 可是他們知道這件事情是很危險的 然後他們也 黑船來航的之前 其實就像主持人講 已經有來了非常非常多的外人 只是他們都用一種消極應對 或是不了了之的方式去面對 可是他們當時已經知道問題的嚴重性 所以這時候我們可以 我們同一件 這時候我要講到另外一本書 就是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去看 那就是誰呢 就是剛剛主持人有講的 那個松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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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那個松下俗的那些 不是 對不起 那個 那個 剛剛講 那個講錯了 就是那個 就是那個 吉田松蔭的弟子 弟子們 其中有很有名的就是 高山靖座 以長洲 以長洲繁為代表的這些 這些人 當時長洲 就派了一個 等於是一個特使團 去了解 坐船到 當時的上海 想要了解 鴉片戰爭之後 中國 到中國 怎麼去應對這件事情 日本還沒有可能 繼續維持它的鎖國狀態 可是他到了那邊後 發現什麼事情 當時中國 接下來發生的事情 是太平天國 其實整個 整個中國 戰斷狀態 而當時 上海已經開港 外人已經在那邊 所以他看到那邊之後 已經有租戒了 當時的租戒 他就發現租戒非常的 整齊 漂亮清潔 可是呢 除了租戒外 滑曲的地方 生活的非常差 他說 生活的不但非常差 而且 都是遍地 都是遊民 基民 然後 然後 城市管理非常差 他說那個 路面 他說激憤引尺 他幾乎沒有辦法 落腳 他看得非常可怕 然後到了那邊的時候 所有的 剛剛主持長也有講過 所有的 維新知識 其實都看過一本書 叫做 《衛物園的海國圖誌》 那所以 你知道 我想到現在 大家還是會有這個習慣 如果你有一天 比如說 假設像我 留學過德國和荷蘭 那你到了荷蘭 那你到了荷蘭 一定會想要找 原版的 原文版的 那個 Glossius的 那個 潤海洋的自由那一本書 或者說 到那個 德國我可能會想要找 那個黑格爾的書 原文的書 對不對 這個是人之常情 這是一個朝聖 即便你看過 即便 或是即便你不會看原文 你都會想要找原文的書 那裡面 尤其有些記載說 他們其實 應該就是高山記住 他就跑去書店 去問老闆說 我想要買 衛原的海國圖誌 不知道你們這邊有沒有 結果老闆跟他搖搖頭說 這本書 我沒有了 已經絕版了 他說 絕版了 這本書他們重要 你們絕版了 他說對啊 因為很難賣 沒有人要看 就剛剛主角已經講 因為跟考試無關 所以就沒有賣 他就問他說 那你們書店裡面 什麼書賣得最好 當然就是這種 第一個就是有關 跟考試有關的書 剩下的是什麼 種花 修身養性 然後 然後 什麼 賺錢 然後農業商股之類的書 翻成現代的話就是說 就跟我們現在去成品 或者說金士堂 你看到那個書店裡面 你看 排名第一名的書是什麼 窮爸爸 副爸爸 我不是叫你讚 對不對 對不對 就是 如何教養百分之百的好孩子 就是這一類的書 所以他們就說 這個我要怎麼回事啊 不是都已經到為王的狀態底下 為什麼所有的人 關心的事情 都是一些 跟國際民生沒有關係的事情 就是當時 對日本人的衝擊是這樣 然後 而且當然也看到他們的 勵志的蠻寒 然後他們也跟所謂的 中國的上層階級的人 接觸 那他們也發現說 跟他們談的事情的時候 都不著邊際 言不及義 講得非常悬 怎麼修身養性 怎麼坐禪 怎麼樣 但是要跟他講說 你看現在的國際局勢怎麼樣 你看現在的 現在的政治改革情勢怎麼樣 沒有人要 甚至 甚至大家都知道 甚至到了民國時代 北京的茶館還光然掛了個牌子上面 他們寫幾個字 莫談國事 喝你的茶 不要談政治 所以 那這種事情 你就可以知道 對他們這些 維新知識衝擊很大 所以他們當時下定決心 從原本的 掌儀派 為什麼會變成 會變成 開國派 其中一個原因是 他們也開了眼界 知道說 不可不開 這裡面 不只是說去看到中國 也包括說其實 有打 我補充一下 其實有打 薩摩和 和長洲都遇過兩件事情 一個是 薩英戰爭 跟 就被人家幾秒鐘 去把你的 把你好不容易的 那個什麼 開城管所有的 移為平地 一點點的 現代化的 包括煉鋼 煉鋼的 全部都炸毀了 他們很英勇的奮戰 但是人家幾分鐘 就把你被炸掉了 另外還有就是 長洲 最有名的就是 四國炮擊下官事件 這都讓他知道說 當時要 當時你要說什麼 攘儀 拜託 太天真了 你不開國怎麼可能 所以他們才從 原本的攘儀 攘儀 倒墓 變成是開國倒墓 就因為他知道 既有體制 滿他應對 你只是想躲 不想解決 但是某種程度來講 也有點冤 其實 其實 幕府也一直想要改革 只是說真的 一直拿不出辦法來 這一點來講 日本當時有很多很多的嘗試 這點是另外一個 我覺得日本也有 為什麼相對來講 中國 中國 中國一直堅持在 所謂的華裔秩序 華裔體系 他還有儒 儒教獨尊的這種狀況底下 所以他沒有辦法 他從體制性到思想 都沒有辦法去接受 接受這個改變 可是日本在當時的狀況 已經是處於一個境中狀態 除了剛剛說藍學 那原本官方的學問是什麼 儒學 儒子學 或是水戶學 這一派 除此之外還有沒有 其實還有 還有所謂的國學 後來我們所說 知道的國學這一派 那當時是處於一個 至少是三派 在競爭的狀態底下 而他們三派中 意見彼此互相非常分歧 可是有一樣東西是共識的 就是什麼 要引進新的 知識 改革 即便是包括我們認為 要被推翻的幕府 他們都在進行改革 這一點是最大最大的差別 可是回去我們反觀中國的部分 中國的部分 太平洋共在打的時候 後來後期這些名將裡面 包括左宗潭 包括曾國帆 包括李鴻章 但之前還有一個重要的任務 叫做胡靈毅 胡靈毅當時其實已經看出來 清朝大概有辦法對付太平天國 他曾經有一個故事是這樣 他站在長江的山頭上 指點江山 我這個東西 一副他覺得 這些事情都在盡在我掌握之中 我可以把這些擺平 所以忽然有一艘 遠遠看到一艘小火輪 英國的小火輪就衝 逆江而上 是奔馬 當時的描述說 跑的速度比馬還快 那樣經過 旁邊有人問他說 大帥你怎麼看這個狀況 聽說胡靈 一下臉色發白 講不了話 然後回去後 郭鵬都有一輩子 就是說 他知道說 遇到了什麼 千古所未有的巨變 他以你為傲的這些 道德文章的東西 在這些世界體系面前 其實是一文不值 而且他沒有辦法 那所以當時 但是後來的自強運動 和日本後來的開國之間 最大的差異點在哪裡 我們可以看到 中國的應對方式是什麼 這個西方人就是 反正全間炮利 不然就是這些 科技文明很厲害 所以我們就要怎樣 頂多最有見識的人 講到的是 事宜長寂之宜 可是日本已經發現了一件事情 就是說 這是一個體系問題 這個是一個核心的思想問題 這是一個 我們已經置外於世界體系 我們要怎麼樣 再回到世界體系的問題 相對來講 我們當然知道福澤玉吉 講得民開話 脫雅入歐 可是日本其實之前 為什麼會從這裡到 會突然一個大種子到這邊 中間也是有過渡的 不是沒有其他競爭的說法 比如說像 蘇哲隆也講的 和魂羊財 那一樣 和魂羊財 很多人都說 這是日本版的 日本版的那個什麼 那個 中學委員體系學委員 其實不是 對他們來講其實不一樣 這兩個是并重 和魂與羊財是并重的 也許有人聽過他的另外一句名言 就是 就是 他基本上兩個是放在 放在同樣的地位 他是想要走出一條 完全不一樣的 路徑 可是中國仍然還是認為 我還是最 世界老大 我只是現在一時輸給你們 你有沒有發現到現在 中國還是這一套 我們輸給你們 只是輸給技巧 所以我想辦法 山賽回來 對不對 可是中國還是最 世界最最厲害的 中有一天 一定會統一全世界的 就是類似講這樣的話 如果大家去看到 很多中國論壇上 充斥這種思考 可是他們從來沒有思考過一件事情 就是說 以華夏為中心這件事情 跟現在他們所說的全球化 國際化之間 已經有多大的差異 這是最大的問題 這某種程度來講 我們可以看到 親國的改革之所以搖搖擺擺 然後之所以為什麼 包括到1894年 兩個一個自強運動 一個明治維新 最後總結後 拉開無比的差距 某種程度來講 從觀念上就輸了 如果你以物質的 物質的擁有來講 親國的北洋艦隊 親國的新軍武器 設備 裝備 並不見得說給當時的日本 可是問題是他整個觀念上 日本已經出現了一個 所謂現代化國家的概念 日本這個概念在此之前並不存在 他們每一個凡 他在成為 與其說日本人 在此之前大部分的人 所想像的是 我是長洲 他是薩摩 那個是水戶 這個是南部 他的忠誠是 目默三百凡裡面 各凡有各凡的認同 可是在此之後的現代體系裡面 日本人這個概念出現 而這個出現還不只是單純的 我是日本人這些事情 而是他去體會一下現代性 包括國民 以前的日本人沒有姓 平民是沒有姓氏的 可是剛剛說 當然還有一點他們 江戶時代有一個很好的一點 他們對於基礎的工作打得很好 日本在開國默默的時候 其實當時的失智率到達三層 作為一個對照 當時的中國失智率大概多少 大家猜一猜 可能不到百分之八 大部分的人是文盲 你會想非常驚訝 為什麼 因為當時的讀書人階級 到了太平天國的時候 為了要鼓勵軍工 鼓勵人家捐官 鼓勵各種各樣的公民到處亂發 的狀況底下 所謂的士人階級 讀書人階級這個部分 也才達到百分之二 那真的失智的部分 真的是不到百分之十 可是當時的日本已經是三層 因為武士階級一定失智 然後武士階級 像剛剛講的又要自謀生路 如果找不到人怎麼辦 開私俗 補習班 所以很多商人的小孩也會唸書 比如說像百分農馬 商人的小孩 所以這些的過程都讓日本人 在這個轉化的過程中 他們很快的轉化 他們相對來講他們沒有很好的 他們沒有物資 沒有很大的市場 這是一個貧窮的農業國家 如果大家有看過那個百香之運裡面 他會講說 他的開頭就是說 沒有再比這個更小的國家 收到物產 只有所謂的稻米和絲 收到知識階級 就是300年來的武士階級 那這個過程中 他們從一路發展到1905年 熱戰爭的結束 是一個日本體驗現代化國家的過程 那個過程 那個過程不但是激昂的 某種從事來講也是苦澀的 因為它是付出血的代價 去打造的 相對來講 中國在這個過程中 有沒有 沒有啊 你到了19-20世紀還在末談國事 人家是已經到了那個時候 已經動員體制都完成了 1905年的時候 動員體制都可以完成 這個過程中 我們講 我剛剛透過這一段 這一段 我這樣等於是斷檢長編 跳躍式的部分 我只想告訴各位一件事情 就是說 這些開國的目的 其實是對於一個世界體系的回應 世界體系的回應 而這個世界體系的回應 是我們從1492年之後 整個全人類 整個地球上的人 都會被迫面對 是對的 自由上所有的社群 所有的國家 所有的地方的人民 都被迫去面對的一件事情 在這件事情上面 你如何去回應 日本的做法是開國 而這個國 其實與其說 開這個國 不只是這個國家開了一間 而是使這個國家 帶入進入了一個現代化的國家 不只是條約體系 還從條約體系更往前邁一步 但這個日本的邁進開國的過程中 其實都不見得都是很快樂的 其實有很多很多的辛酸學類 甚至走錯幾乎為往 比如說到1945年 差點走上滑向軍國主義的路上 差點亡國的這段過程 而這個過程 然後到1945年後再起 這個過程中都不是平順的 同樣到底中國也是如此 或者說其他的 甚至其他的 本來在1492年這個時間 全世界大概只有三十幾個主權國家 到現在兩百多個國家 那這些後繼新生的這些主權國家 其實也都是面對著世界體系 而做了這樣的回應 那同樣的我必須 作為一個台灣人 我們會回想說 那我們對於這個世界體系 又做了怎樣的回應 那我沒有答案 但是我只是把這樣的 把今天這樣的一些 一些比較 雜亂無章的思緒丟出來 跟大家分享 然後也做一個 讓大家 讓這個課題 讓我們繼續去思考 開國 那我們的開國在哪裡 我講到這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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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還很遠 謝謝 那我們現在就是開放三個問題 如果大家有問題要問 反駁他們 一 二 來 不要只看著我笑 可以舉手來問 菁姐來嗎 好 還有三個 那我們從最後面那 先給他 先給他 我們都一分鐘 來comment 或者是問題 各位好 我覺得亞洲還沒有開國 就是說整個 這個近代文明的西方體系 就是說從 神權的發展到軍權 政治上還有經濟文化 這等於是一個金字塔一個結構 那亞洲接觸西方的宗教 並沒有把這個系統 引進在亞洲生根 所以亞洲的理性思維 這樣的思想的一個本質 並沒有在亞洲生根 所以亞洲等於是表面文化 很表象 所以亞洲的進展很慢 那就是說整個現象還是 亞洲被籠罩在殖民的現象 日本也是被控制 中國你說他很強 他也是被控制 台灣現在也是面臨這個困境 台灣本來有一個特質 就是海洋文化 整個文化的多元性 可是他被整個殖民的政治體系控制 他那個力量出不來 你一般訪問一些人 說你對政治關不關心 一般人是不關心的 就是說這個思維 理性思維並沒有被帶上來 謝謝 不過這個跟世之律有關係 有些基礎在裡面 好 我們第二位 好 來 剛才針對鎖國的態度 開國的歷程做的分析 其中有個關鍵點 是在康熙他對於外國知識的接觸 引進台灣跟日本的德川集中完全不同 那從那個時候開始 剛才的老師是幫我們講說 後來的發展就移續變成了 19世紀 20世紀 中國跟日本國力的消長 很重要的關鍵 我的問題是說 在什麼樣子的社會背景 或者是哲學思維 或者是文化的反應當中 會造成康熙跟這位德川將軍 所做的決策完全不同 那這樣子的思維方式 是不是我們也可以把它聯想到 目前為止 中國跟日本對於國外的薪資 或者是跟整個社會體系 世界體系的接軌 他們現在的態度還是窘然不同 是不是跟當時承襲下來的 某一些關鍵的原因 有所連續 我的問題是這樣子 好 問候在場各位 那個 謝謝兩位 然後 兩位提供了一種觀點 尤其洪大哥 你是從藍學的角度 就從學術的角度來看 清末跟日本 他們在主流的學術是什麼 然後決定了他們之間 在最後科技經濟發展上面的差別 你主張藍學這件事情是讓日本強 然後中國沒有接受藍學 這件事是它沒有辦法發展那麼強的原因 那如果是何老師的話 你是從整個世界體系 你把它描述成一種 日本面對國際的態度 當然驅動日本的可能是兩種動力 一個是利益 經濟利益 然後另外一種可能是對於 想要成為一種現代國家 然後世界主流的想像 我這邊可以提出一個小小的問題 因為從頭到尾我們在談東西 其實離不開科學 科技這兩樣東西 然後我有接觸過STS 就是社會與科技這樣的一個學門 我們會從科學的社群裡面觀察一件事 我們會發現在整個描述過程當中 有三件事情我們可以注意 一件事情是掌權者對於西方科學和科技的態度 這位小姐剛剛其實也有提 在康熙的時候是接受的 但是後來就拒絕 那如果是日本的狀況的話 德川將軍他有興趣 那因為時間關係 所以我先問的第一項 其實我們可以發現他們接受的科學或科技的性質 其實有一點點差異 像日本的藍學其實包括醫學還有物理學 一些比較基礎科學的東西 但是中國包括後來自強運動 還有康熙所接受 其實都是比較科技霧面 沒有接觸到科學理論的內涵的那一種東西 某種層面我們可以對這件事情發問是 當時中日兩國的科學社群 他們到底是保持著怎樣的態度 面對這個藍學 其實可以當作我們一種觀察點是 解釋為什麼在現代化 科學現代化的過程當中 他們有井然不同的結果 也許這個觀點我還在構思當中 今天只是丟出來讓各位先進參考 謝謝 剛剛第三位先生 最後面那個先生 問了這個問題 可能已經超出我的能力範圍 因為這個有一點比較偏向這種當代政治的問題 那這個我比較難回答 那所以這個可能等一下請何先生來回答 那我先回答這個第二位小姐她的這個問題 這個當然啦 那近代那個中國跟日本的差距 我剛剛是比較把它片面的歸於 說是這個康熙皇帝跟德川其中 當然實際上不可能只有這樣 那這個康熙皇帝為什麼會做出這樣的政策 這可能我在猜 可能因為跟他的那個 他身邊的那些大臣 大概比較沒有辦法跟得上他的那個 他的一些那個 腳步 就是說康熙皇帝他的一些思維應該是 超出那個時代應該很多 他能夠接受這種西方的一些 我不曉得他有沒有接受神學理論 但是從目前來看應該是沒有 他應該是比較偏向那種 就純粹是那種對自然科學的愛好 但是因為這種東西 在當時的中國是比較格格不入 他跟中國的那種傳統的政治 是不太相符合 那雖然說康熙皇帝他能力很強 但是他如果要去推動的話 可能實際上也是有困難 因為這個中國的這種封建理論 這種皇權一些理論 到了清朝已經發展到一個很巔峰的狀態 那你今天康熙皇帝他丟出這個理論出來 就有一點那種取高厚寡 他自己他的能力當然是無庸置疑 但是旁邊的人可能跟不上 所以他這種講到後來就變成說 就像我們一般在看那個 紀曉蘭那個大陸劇一樣 就是說上面的人說是一套 但是下面的人做的是另外一套 所以這種藍學這種東西 在當時清朝的中國能不能發展起來 據我個人的看法很有可能就是說 康熙皇帝他就算想推動 但是可能也推動不起來 那這個應該是跟整個民族的那種 民族性是有關的 那日本在這方面 因為他們在學習中國的時候 其實他本身是有一些選擇性的選擇 像比如說科舉這種制度 他們就沒有學習 所以日本人他們在對於這種追求 近代科學上面 他們是比較能夠跟得上 那當然也跟剛剛何先生講的 那個日本的教育程度 應該這個 這個原因都是有相關的 那所以呢 所以這個藍學這種 在日本可以發展起來 在中國發展不成 其實不完全是因為在位者的關係 這個要跟各位說的 說聲抱歉就是 剛才我可能講的太過膚淺 好那再來就是這個 這個 第一位先生 他的問題 因為他這個講的 他剛剛用了那個理論 那個 STS 那個 我唸歷史沒有唸到這些 所以 我比較 比較有一點 難以 怎麼講 就比較沒有辦法說去 去 去配合上他的步調 那我還是用我的 我的方式來講 這個 近代 近代這個 日本跟中國 他當然 這個 這個其實要討論 但是這兩個國家的差異 當然要討論起來是很 很複雜很難 不能說光就某些層面 其實就某些層面來講 大概都沒有辦法討論出一個 比較可以讓大家完全接受的一個答案 那當然 這個 近代中國的國差異 他除了在 除了他的民主性之外 還有很多原因 那可能 就是 這種制度方面的 或者是一些 那科技的 那總之 這個 我們常說 日本他的歷史 有很大層是受到中國的影響 但是 這個 日本他在學習中國 這些制度 他學了一千多年之後 他慢慢的自己也發展出一些 他特有的一些制度 所以呢 我們不能說 那個 近代的中國 跟日本 他為什麼 他在走的 在發展的時候 差距越來越大 這個當然 也是有在很多方面 因為日本歷史 他發展出自己獨特的 特色出來 在 在 日本 他們這個國家 他們 本來 他們 平常 他們可能 好像在 在戰國時代 他們也是 內戰打打殺殺不語 但是 他們這個國家的特性就是說 遇到外來的 外力的時候 他們的 反應 會跟中國 就不一樣 他們可能會因為外力 而團結 因為外力的來襲 而團結 那因為外力的 這種 外來的威脅消失 他們又恢復到原來的 那種 打打殺殺的階段 日本 像這個戰國時代就是這樣 那 之前那個聯昌 聯昌時代 蒙古去打日本的時候 在打 蒙古 在去打日本的時候 日本變得很團結 但是 這個蒙古的威脅一解除之後 他們馬上又恢復到 原先的那種打打殺殺的狀況 那甚至聯昌幕府 後來就是因為這樣而消失解散 那所以呢 這個 這個 日本 我們在 要了解日本 其實還是 不能用 不能光是用歷史的程度來講 的層次來講 那其實是還有更 更 更為 更為廣泛的領域 好 那我的回答到這些 接下來就請何先生來回答 我想第一個回答 我還是按照順序 我先回答後面 後面的那個先生 他說 有關於亞洲地區 是不是都還沒有真正進入所謂的現代化 我想 首先這裡面 我們應該這樣講 因為我剛剛在談開國的部分的時候 那個時間點是在那個時間點 也就是說 也就是說在18 大概大約在1840到1860這段時間裡面 這兩國所面臨狀況的問題 那 現代化或有人說 近現代化 事實上因為英文其實只有一個字 就是現代化那個字 然後後來才有 並沒有做近代化和現代化的區分 是中文才這樣區分 那 也許我應該這樣說 就是說我剛剛講的部分是在那個時代 可是這位先生問到的是當代的狀況 因為當代的狀況 後面有一個很大的 後面之後 在這個1870之後 或是說我們這樣講 就1905年之後 進入20世紀之後 有很大的變動 世界體系畢竟不是一個僵化固定的一個模型 就說大家都要去按照那個模型去這樣做 因為包括世界體系自己本身也在變化 20世紀之後 特別是在1945年 二次大戰結束之後 整個世界體系有一個徹底的大翻轉 其中二次大戰的結束裡面 這個也是其實我以前有一次跟很多人在談的時候 我們談到1945年的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大部分人很容易落入一個就是戰勝或戰敗史觀 就是我是戰勝我你是戰敗我這樣的史觀 可是我覺得我更願意去談一件事情 就是說在這個世界上 1945年一個是一個很重要的分野 什麼樣的分野呢 它是一個民族獨立 或是民族國家成立的重大分野 為什麼 1945年這一場二次大戰的結束 其實是所有之前的前兩波的帝國主義的最後的尾聲 不管戰勝當年 不管是戰勝或戰敗的世界帝國都瓦解了 不管是戰敗的日本帝國 或者說德意志帝國 可是戰勝的英國也瓦解了 我們重新進入一個新的秩序狀態 被取代的系統我們叫做聯合國 聯合國的背後裡面有幾個原則 包括其中就包括了著名自決或民族自決 就是一樣還是又是一樣的問題 在英文就是同一個字 但是我們在中文就把它翻成兩套詞組 其實都一樣的 一樣都是一個民族獨立的過程 這個過程中 這個我們所說的民族獨立或是國家 都會涉及一個國主和國家 國家和國家的兩個打造 通常來講都是國家和國家一起 一併打造的過程 這個過程中 我們必須這麼說 有很多國家還在進行中 但根據各國面臨的歷史脈絡 和它所回應的狀況 有可能還在 它在仍然擺盪在國家的建立 就是國主建立的那個階段 那可能它國家的部分已經完成了 就是國家體制的部分 可能在殖民體制的時候就打造很好 或者反過來 它的民族認同已經完成了 可是國家的建設還在一個努力的階段 當然還有一種情形 國家完成了 國主根本沒有 國主都還在處於莫衷一時 還在爭吻的狀況 可能像台灣 類似這樣的狀況 那這個過程中 終究如果對我來講 或是對我們來看來講 我認為最大的趨勢 最重要 就是說目前我來看的 當代的最重要趨勢是 你怎麼樣透過這個 Nation和State的構建之後 重新再加入這個世界體系 再加入這個世界體系 加入這個世界體系 方法有很多 你可能透過這個完成之後 你還要再加入一個所謂的區域 整合再進入全球化的體系 或者是我直接就進入全球化的體系 那這個過程中沒有一個條路叫做正確 大家都還在 人類歷史的問題 最大的問題就是說 你社會的改革這個東西 本身不是自然科學 可以透過實驗 我知道有一條路徑 其實都是社會工程 或是說 或是社會理論 其實都是必須在這個過程中 我們不斷的去摸索 那要嘛你就是透過大幅度的改革 就像革命戰爭 要嘛是什麼 像卡爾帕普所說的 就是細部社會工程 不斷的修正修正 向逝者去尋找一條 可能無限向上 向善越來越好的路 就是這個是自由主義的說法 當然也有人說 也有歷史主義的說法 或者說我們終究會可能 如果你信仰共產主義 就相信無產階級 終將會專政 或是anyway 這個過程中 大家就仍然在try again 所以我認為 我可能必須這樣回應 剛剛那位先生 我不認為說 不認為說是亞洲國家 一定要接受什麼東西 因為這個事業體系的打造 是整個世界上所有的人 一起共和構建的 沒有辦法 而且也沒有一個 沒有一個理型 直接說理型的東西 是已經確定了說 一定要朝那樣去做的 那第二部分 回應的部分是說 剛剛不好意思 可以 跟您剛剛提的問題是 是說到 是說什麼 OK 因為我要這樣講 就是說基本上 可以 這個可以 可以跟後面 後面先生的問題 可以合併來看 就是說 在日本畢竟在那個 在那個狀況底下 在 世人階級對知識 有那個渴望 可是他又不需要 他的知識不會被排他的 他又在被系統排除底下 他們會產生一種 類似像 比如說知識社群的存在 所以剛剛也像 有藍學的社群存在 那這個過程中 他們還是有一定程度的 可以 就是說效用 比如說我這有用的部分 可以在醫學 可以在什麼地方 然後在背後 他甚至更有興趣的人 就更 去背後探索後面的 更重要的 更重要的 比如說包括哲學觀的東西 可是在中國 中國欠缺這個 我們必須這麼說 中國沒有這個社群 沒有這個科技社群 為什麼 因為在這個中國 相對來講 你看起來很龐大的帝國 在當時 清國的系統是這樣 它看起來很龐大 但其實上它是一個 相對來講 相對出書 見價式的 見價式的一個結構 那它以什麼為核心 以政治 以官僚為核心 那官僚最底層 深入的手的地方 到哪裡 到縣這一集 中國的縣那一集 已經很大了 那剩下的部分 是透過 這個等於說 寄存社群的規約 或生活習慣 或什麼樣來 通常中國來講 是透過鄉黨 透過宗族 來統治這個地方 那這個地方 每一個地方 因為它的需求不同 它們確實有一些 各自的發展 比如說你會 如果你研究 如果你不是用 研究帝國史的角度 去研究社會史 經濟結構史的時候 你會發現說 其實中國不是統一的 你在可能在 比如說像福建 廣東地區的時候 它可能就對外 你會發現它不是封閉的 它對外 有很大的交流 因為它們就有 幾百年的僑鄉的歷史 很多人都跑到海外 而且彼此是有溝通的 包括我們現在看到 我們所謂的閩南市建築 裡面很多元素 其實有很多外國的建築元素在裡面 可是這個都不跟 所謂中央政府這塊沒有關聯 那這個東西 在這個系統裡面 你要在中國這個系統裡面 如果所謂的掌權 這部分 基本上是政治這一塊 基本上 那政治這一塊 為儒學 或者說以儒學為表裡的官僚系統 所掌握 那它們有沒有科技的部分 有沒有這些部分 有 可是那些都是什麼 那些都是叫做 為這個系統服務的便宜問題 所以它 其實中國並沒有 你知道在那個1840年爆發 那個鴉片戰爭的時候 其實彼此學也有買輪船的 大家可能不知道 它也有一艘船 外國船 也買進了外國船 那也有外國的火器 什麼東西 所以它們不缺乏科技產品的來源 缺乏的是科技產品 與整個生活 或整個社會之間 存在著什麼樣的連結關係 就是說 就像你一樣 你今天去非洲 你可能看到有人用iPhone 可是它的iPhone可能 可是問題是它之間 跟你所進行的貿易體系 它們沒有Credit Card 沒有不用支票 甚至交易單元 你的貨幣對它們來講沒有意義 可能用駱駝跟你換iPhone 還比較快 或是駝駝跟你換還比較快 我覺得最大的問題就在於說 這一個部分 跟這個社會中間的意義是什麼 科技 或是這樣的學問 或這樣的思考 由這個思考所衍生的 解釋的社會結構 與寄存的社會結構之間 有沒有直接的互動 還是只是存在一個交換的互動 那同樣 我想這樣的回答 就是說 當時為什麼 您提到說 為什麼中國的部分 沒有這樣的回應 很簡單 我可以直接回答說 中國沒有科技社群 沒有啊 不存在這個東西 有個別的人有興趣 魏元海國圖字 其實魏元海國圖字怎麼來的 其實就可以反映出 中國人當時對於外來新的事物 是怎麼樣想的 他是因為要防禦 因為他就是為了 跟1840年的時候 1840年的時候鴉片戰爭 林哲徐找了一些人 對外有溝通的人 所以你看 左國狀況下 他其實對外還是有溝通的狀況下 去收集各種各樣的資料 而來的 而且你看他收集的成果 驚不驚人 其實蠻驚人的 以當時的技術條件來講 很驚人 那魏元是把這些東西保存 在整理的 可是問題是 他從來沒有思考過 這件事情跟中國 或中國跟這個世界中 可不可以透過這個 而產生某種意義 或是這個東西 對他們來講 重要變得不重要 當亞洲戰爭的 英國人千萬條 走了 回去了 對不起就跟我們無關了 至少對這些 世代夫們 或是對這些 這些主流的 主流的這種 我們講說 社會精英階級 來講 是沒有意義的 所以他沒有辦法進行對話 不可能進行對話 這個我覺得 是最大的問題 不好意思 我簡短的回答 謝謝